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们讲《大乘经传论》当中先念传承 我们现在正在讲《大乘经庄严论》的 第十品讲菩提品当中讲菩提果位的十种功德 十种功德当中现在讲专业的功德 专业的功德里面我们前面也讲了所谓的 比如说仪式的专业 流根的专业 我们前面还讲到一些贪欲的专业等等讲了这些 那么今天讲《空想专业》因为在因地的时候 我刚才想讲的是《大乘经庄严论》 最近也要求大家哪怕是听一堂课也同意 本来最好是听一个完整的课但是实在不行的话 那么中间哪怕听一堂课我们也同意 当然我们也希望所有的传承圆满这是最大的希望 那么为什么是这样呢 华智仁波切有一个叫做《见到大乘经论》的功德 就是这么一个颂词的偈颂 就这么一个偈颂 他这里面讲到了 就是我们听闻大乘佛法的话 无世界以来的罪障 罪业和障碍可以消除的 能无量无边的智慧可以增长的 大乘佛法相当于像如意宝一样的 谁接住他 谁有缘结上这个缘的话 那么对他来讲今生来世有无量的利益 所以还有一个叫做是怎么讲的 就是讲 华智仁波切说如果有些人听闻大乘佛法的一个偈颂 然后在信心的心态当中 如果离开这个世间的话 佛陀在佛经里面说这种人没有恶趣的痛苦 不会感受恶趣的痛苦 这句话也很重要 所以说大乘佛法听闻之后 即使你在即生当中没有其他的修行 但是因为你听了一句大乘佛法 后来真的是对他有一种欢喜心和信心 这个心态当中如果死去的话 至少也不会转生到地狱 饿鬼 旁生 其实这是很重要的 我都有时候也害怕死了以后 转生到善恶趣当中去的 但是按照华智仁波切的金刚语的一些所说 也就是说按照《无垢附近》的观点的话 我们听了大乘佛法之后如果中间死了 这种人是不会堕落的 从这个方面可以叫做它是一个闻解度法 因此包括《经大乘庄严论》讲的过程当中 很多道友都已经 因为人生都是无常 我们原来有众生学院 我这边也按照教悟处的一些信息得到的话 我会念一百遍《观义行咒》的 但这个过程当中我看到很多人 《大乘庄严经论》还没有听完中间死了 但这个人还是很有福报的 我自己这样认为的 因为你中间可能没有什么邪见 对大乘佛法一种欢喜和信心的状态当中历史的话 那这是按照无期的佛语来证明的话 就不会堕落 这并不是我一个人说你不会堕落的 你只要听我的一句不是这样的 我所念的传承和这些是大乘佛法的 有传承的大乘佛法 那这个大乘佛法听了之后不多恶趣 中间没有产生其他欢喜心和信息的状态下 所以我们有时候看见一些比如说临死的一些特别癌症晚期 有一些这些人即使他可能不太学佛 但是在他的耳边就念一些大乘经论的声音 念一些咒语这是非常有必要的 所以我在前面也在讲大家不要认为 听一节课好像我们看一场电影或者看一个连续片 这个连续片现在还没有 现在看一个电影比较长一点的话 有七十几节 八十几节 一百多集 这个你们可能看每一集如果是一个小时很愿意看 一直专注地看但是听这堂课 我们如果大乘经传论师它是有一百多集 两百多集 很多人中间就不看了或者不听了 这是一方面讲很不好的 半途而非 我们做什么事情应该有一种耐心的三十三种 这是做人的基本道理 但另一方面也许你用欢喜心 后来没有产生什么邪见的话 哪怕听一堂课也并不是没有意义的 你如果看一个世间的电视连续片 也许对某个明星 某个人的整个情节有所兴趣 但是它对你的生生世世带来什么样的作用呢 可能我们需要还要深深地思考 而大乘经论对我们每个众生的来世和今世带来的利益 应该是非常不可思议的 那我在这里跟大家讲空向转意识相识得讲理 行诸驾驭使获得妙自在 那么这里就是说我们空向转意识 因为我们修行过程当中有很多的空向 比如说一切万法都变空性 或者说一切都是不存在的空物变畜相等等 有很多这样的相 那么这个相在因地的时候 它是一种空性的修法和观想 但是后来到转意的时候 这个空向得到转意的时候 它有很多方面的作用 就像佛陀一定会得到空向最究竟的转意 那么它得到以后一切所向从虚空当中降临 因为依靠虚空藏的这种灯池 比如说你想获得了世间的财宝或者名声 或者什么样的所需 如愿一场自然而然会降临 然后这是一个的 还有你得到这样的灯池之后 因为你获得了虚空藏的这种定解或者禅定 在世间当中包括善传也好 我们世间的善 树或者有阻碍的这些物质 你就可以直接无助碍地穿越 还有我们可以完全地驾驭一切色法 让一切色法让它显现的时候可以让它显现的 如果这些色法不愿意显现的时候 就不会显现的 包括我们现在有一些网络虚构的世界 有些广告当中说将来完全是你可以看得到 摸得到一切的所处在幻化的世界当中 比如说你要去一个幻化的百货公司里面去买东西 你依靠一个眼睛 依靠一个仪器 也完全都是你可以进入虚拟的世界 也有这种说法吧 但是跟佛陀这样的灯池完全是不同的 依靠虚空藏灯池的话 那么世间当中一切的所欲也可以显现的 可能以前很多人感觉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现在就像我们最近讲一些网络的构造 或者它的一些作用一样的 我们现在很多事情 依靠一种方便或者心灵的这种观想 实际上也出现很多的东西 将来也可以这样的 这种依靠一种缘起力 依靠缘起力何法都是可以显现的 何法也不可以显现的 什么法都可以显现 什么法都不可以显现 这就是一种获得妙自在 获得妙自在 我们前面讲了很多的获得妙自在 我们没有获得妙自在 所以经常处于一种痛苦当中 人世间当中好像有许许多多 就是沉甸甸的一些痛苦 一个痛苦 一个痛苦地结冲而止 好像一个痛苦还没有结束的时候 另一个痛苦出现的 这就是我们凡夫人的境界当中 实际上我们获得妙自在的时候 时间当中即使你特别麻烦的事情 对他来讲已经变成了快乐的影 这是获得虚公藏的这种灯吃 这个专义的功德 当然获得佛陀的果位的时候 肯定有不可思议的很多境界 甚至我们得到了修行比较高的一些境界 比如说米拉日巴的传记当中也说过 他当时有一个大陆的法相师 跟他关系不太好吧 其实有些显现上 有些师父也好 大成就者也好 他们在历史当中看的时候 经常也互相竞争 有各种情况 那么这个时候 当时达罗跟他进行辩论 进行辩论的时候 因为从法相因明的角度来看 虚公是无碍的 无有阻碍的 然后米拉日巴问虚公有没有障碍呢 达罗说是无阻碍 无阻碍是确定吗 他说确定 那看看你能不能在虚公当中无碍而行 然后通过米拉日巴尊者进入一个叫做 虚公坚固的三摩顶 然后这样的灯池当中他一进入的时候 以他的灯池力量 达罗大师根本动不了 他的手 脚全部都是被虚公困住了 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 虚公已经困住了 这个时候米拉日巴他自己也是在虚公当中 做啊 跳啊 或者是各种各样 在虚公当中做各种的活动 然后又问达罗法相师 他说其他的食物是不是有阻碍的 他说是有阻碍的 然后米拉日巴尊者又进入一个叫做虚公边除灯池 他自己在其他的有阻碍的这些物当中 无有任何阻碍的直接穿越 然后也跟他进行问 后来他说这就是你是学外道的 所以你的这种魔术 我不信你的这种魔术 理论上达罗还是不承认的 但是很长时间自己都是动不了 后来去入米拉日巴尊者之后 他通过加持以后又放了 这些事情可能以前我们对幻化世界 和对现在一些不可思议的世界 没有生起信心之前也许很多人是不相信的 但现在应该我们这个世界上 有什么奇妙的东西都可以出现的 那这些出现实际上来源于什么呢 就像我那天说的一样就是我们人性 现在所有的这些奇妙的 他主要的驾驭者也就是说 创造这些科学家也好 宗教大师也好 都是背后的主要隐藏的主人共识 谁就是我们人类 其实在人类的智慧当中也隐藏很多不可思议的 从修正的角度来讲 修正者在这里也得到了很多的道理 从其他的一些研究者或者其他的一些经验者 他也会依靠他的训练 获得了很多的利益 那么下面就是说 佛陀无垢处 转移无有量 成般无边事 自在虚无量 那么这个就是说佛陀的无垢处 也就是说我们这是一个中解文 前面讲的不管是所显现的所处也好 身体也好 心事也好 到一定的时候都会有一种转移的 这么最高的境界 那么到了最高的境界的时候 可以说是我们所有的一切变得最清净的 所有的障碍都没有了 那么这就是佛陀的无有勾然的 就是所知症和烦恼症都没有这样的无垢处 那么得到佛陀最高的无垢的境界的时候 有无量无边的转移的功德 转移无有量 转移我们在其他的 有些安徽论师的大书里面也讲到了 得到转移的时候 我们的舍运 相运 心运 时运 也就是说 摄像心事所有的乌云都有转移 所有的乌云转移的时候 每一个云也转移的过程当中 有无量无边的功德 而且他的这种功德 他在我们这个世间当中能 化现无数的佛陀各式各样的形象 然后饶益无量无边的利益众生 就是利益众生 他在这里讲成办利益无边的事 佛陀真正的 他的成就最终归根基地是什么呢 就是利益众生的 我们大乘佛教跟其他人也有差别的 很多大乘佛教徒 名副其实的一个大乘佛教徒 他的成功 他目的是什么 利益众生 如果其他世间人的话 也许可能 比如说一个人是大乘佛教徒 他也在赚钱 一个人他是世间一般的人 他也在赚钱 但世间人他最后赚了很多钱 这个钱用的什么呢 他可能最多是跟自己有关的 除此之外 他根本不像所有的众生 尤其是可怜的众生 如果是大乘佛教徒的话 他真是密佛亲世的佛教徒的话 那他所赚的钱 他全部是用于利益众生的 甚至你自己的身心 不一定很关系的 所以这方面有很大的差别 因此佛陀最后无垢主所专业的无量功德 其实成本度化无量无边的众生 众生 这就是获得妙自在 获得妙自在也是我们可以称许是无量无边的 妙自在有很多 现在有些人可能得到了 比如说种彩票的奖 或者说得到一个地位 这个觉得说 我获得妙自在 在某个集团当中获得了一个奖项的话 自己获得妙自在 当然这也可以说 但妙自在有无量无边的 因此这些的来源其实是获得佛果的时候 他有各式各样的利益众生的方法 我们《无垢城经》当中也讲了很多的佛事 实际上佛陀能变化成各种各样的形式来利益无量的众生 什么样的利益呢 有些时候佛陀变成光明来利益众生 有些时候用菩提树来利益众生 有些时候佛陀用我们的饮食 化缘 还有有各种各样的人 非人 甚至树木 桥梁 大路 名当等等 各种各样的方式 我们方便的时候 也可以大家看一下《无垢城经》当中 专门讲了很多很多的佛事 那么后面讲这些佛事的 主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利益众生 利益众生 佛陀会化现各式各样的事业 这叫做佛 也叫做佛事 佛事呢 佛陀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呢 是没有其他的事情 有些人认为 我成佛之后呢 成佛之后是什么呢 我可能很快乐的 我很希望往生极乐世界 往生极乐世界怎么呢 听说极乐世界又吃又穿 医疗保险 现在所有的保险 包括养老等等 这些都是在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是承报了 我就到了那里 什么都没有问题了 可能类似于这样的想法 但这个也是一种智力 当然我们可以想是智力 但是自己一旦完全融入佛的智慧的时候 自己的贪嗔痴自然而然会消失的 利益众生最大化的事业 无情地可以展开 这个时候对无量无边的众生 带来不可思议的利益 所以在我们世间当中的一些 为什么我们要发愿的时候 我要成佛 成佛是最清净利益众生的一种方法 并不是我要发愿成佛的话 就是让很多宗教徒开始进入我们的宗教 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不管是什么样的宗教都可以 只要利益众生最究竟的方法实现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目标 也就是说我们修行的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它 下面这以上我们已经讲了 讲了这个 讲了专业的功德 下面讲成熟的功德 啊 最后一个应该是十个 那么这个呢就是 是 下面讲 这个成熟有情的功德分为七个方面 那么首先第一个是成熟之所为 怎么样成熟众生 就是这个 我们前面的一篇当中也讲过成熟 那么这里面也专门讲了成熟有情 为什么讲这一部论典当中要讲两次 难道不相为吗 实际上这是在印度的有关讲义当中也说过 这是不相为的 怎么不相为呢 我们前面讲到的成熟 主要是从菩萨的角度来讲的 菩萨成熟有情 利益有情如何成熟有情 从这个层面讲的 然后在这里获得最究竟圆满的佛果的时候 如何成熟和利益有情 讲这个方面 所以这是没有重复的 下面讲到颂词当中 世间诸方说 如来之善说 增善世间者 清净之罪生 未成即善者 增善之罪生 如是莫属时 横行非无欲 下面讲到成熟 成熟有情的话 实际上佛陀所成熟 令众生成熟 这个大家都知道 佛陀令众生成佛的这种范围是什么样呢 实际上是东南西北整个所有的世间 十方世间的这些地方 是佛陀所化的世间 那么谁来成熟有情呢 这里是如来 也就是说佛陀来 因为前面是菩萨讲的 那么这里是佛陀来成熟有情 利益有情 以什么样的方法来成熟呢 就是善说 就是以讲经所法 以善妙的言说来 度化众生 其实有很多方法 比如说实现神通也是可以的 或者布施一些财物也是可以的 或者说我们通过其他的一些 比如显现光明等等 这样也可以的 但是最重要是讲十二部经典 转三次法轮 佛陀最好的方法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要成熟有情 度化有情 当然有其他的方法都可以 现在很多高僧大德有些对教化弟子的方法 你天天给我开车 你天天给我做饭 你天天给我烧地 你天天给我关银行 你天天给我看工地等等 就什么样的这种方法 可能每个上师都有度化众生的这些 但实际上 这些也是一种方法 最重要还是通过讲经所法来 给真正的说化弟子 他取舍 了知取舍 入力行持 以后才获得解脱 以后我们要利益众生的这些 包括佛教徒 很多人你要帮助别人的时候 我们今天请他吃个火锅 明天让他吃个披萨 后天吃个咖喱等等 这样的话可不可以呢 这样也可以 他可能更开心的 我请他给他讲课 他不一定 他不一定看书 不打瞌睡 连书都可能没有了 这样可能会有这样的 但是我如果天天请课 也许可能他很开心的 但是这是不是度化众生的方法呢 不一定 最好你看佛陀在这里也讲了 如来之善说 通过善说来怎么样度化众生呢 他有两种众生 有一种众生 增善世间者 就是增善世间者 他已经有增长善法的世间人 也就是说 获得了心皆地和一地到十地之间的这些菩萨 他们已经积累了很多很多的资粮 所以他有增长善法的 修持六波罗蜜多 十波罗蜜多的这些得地的菩萨 那么这些也是通过讲经说法等等 这种方法来让他们获得了清净的 最清净的 最殊胜的果位 也就是说佛陀的果位 这是一群众生 还有一种未曾积善者 没有以前积累过善法的 就像我们世间人从来没有发过心的 从来不皈依的 从来都是不愿意学大乘佛法的 从来没有积累善法的这样的众生 这些刚开始没办法让他们完全成熟 让他们暂时可能收个善规无戒 甚至善规无戒都不收的话 让他念个名号 连名号都不愿意念 看看一些经文 通过这种方式来 包括佛陀的时候 他也是对不同的众生有不同的调话方式来利益他们 那么这是最后也是达到最殊胜的 那么如此一来 没有成熟的让他成熟 基本上已经成熟的 让他最清净的成熟 这就是佛陀恒施利益众生的方式 这是恒行 非无语 但这样是不是让所有的众生全部都已经空了 所有的是不是已经获得了涅槃呢 也不一定的 因为众生没有穷尽的 因为众生没有穷尽的原因 佛陀其实再怎么样转法论的话 我们世间当中有无量无边的众生 所以我们为什么讲 佛陀的事业永远也不会变空的 这个原因也是这样的 因为从佛陀自身的角度来讲 在法界当中是不生不灭 不苟不尽的 然后从显现当中 佛陀的这些事业永远都是在世间当中 会获得无量的众生 我们在这里讲恒行非无语 这样来讲恒行非值得是 承受众生的这种事业永远都是不间断的 恒斥的心 那佛陀这样永远行持不间断的事业 会不会到一定的时候所有的众生穷尽呢 不会的 不穷尽的原因 因为众生是无边的 这一点是佛教的特殊观点 否则 众生如果是有变的话 当然佛陀的事业不断地这样实现的时候 也是可以的 所以我们在学佛的过程当中 虽然我发愿度无量无边的众生 但是度尽的话很有困难的 像地藏王菩萨他也 地狱不空 事不成福这样讲的 但实际上地狱真是要空的话 没有这样空的时候 地狱肯定是在一个世界的地狱空了 在其他世界当中也会有的 这是我们世间佛教的观点 但是有成佛的时候 会有成佛的时候 所以我们先度化众生的时候 也是从一点一地吧 应该不要认为 这是可能利益不了什么大的众生啊 很多的众生啊 不能这么想 哪怕是点点的利益方法也是非常好的 佛经里面有个叫做不推转法论经典 那么这个经典当中讲了很多 哪怕是供养一朵花或者是赐佛的名号 这些微不足道的善根 他所成熟的果相当大的 我们以前在其他经论当中也叫做是列浊达 好像汉文里面叫做是利举陀树 利举陀树是印度和斯里兰卡那边有的 现在以前的一些经典里面讲是它多少多少有熏 但现在我们一般世间当中讲到 它是十几米到二十多米的 特别大的像大榕树一样的 但它的种子很小很小的 很小的一个种子 它可以成长特别大的参天大树 那同样的 我们哪怕是听释迦牟尼佛的名号 念一个咒语 放一条生命 用一个小时的转经论 或者我们课一天十个头 一百个头 那这样的功德在阿赖耶上面积累了无量无边的 一旦用菩提心 用回向来摄持的话 那它成熟的力量也是不可思议的 所以我们度化众生的时候也是一点一滴地去 就像我们现在世间当中做生意的话 有些很有智慧的人刚开始都是一点一滴地做 他只要稍微可以有转的 不亏的 那这样他愿意不断地去投资 不断地去融资 或者他要做企业和事业 那到了一定的时候 自己不离开自己的努力 到一定的时候 最后他有很好的一些结果 那同样的 我们佛教不要轻视一些微小的善事 我们平时看见别人行持一些善法 哪怕是念一句咒语的话 有不可思议和无量无边的功德 要有信心 当然一点信心都没有的话 可能我们即使佛教徒也不一定表面上看似佛教徒 但实际上没有信心的话也许可能得不到什么利益的 所以说 我想作为真实的菩提迦罗要修持这样的法 然后 然后 我想作为真实的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面是讲所成熟的菩提家乐 也就是说佛陀是度化众生非常稀有的 从一个方面讲他度化众生也很稀有的 能度陀在每一个刹那间当中能度化很多的众生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也没有什么可稀有的 因为它这是无量界的一个结果也没有什么稀有的 主要是想说明这样的 世间诸说法 见闻恨诸世 难得大菩提 胜得具足生 常见诚无疑 亿护大稀有 有些妙里果 亿非大稀有 下面讲到佛陀成熟有情的话呢 就是他所化的世间释放世间所有的刹土当中 比如说释迦牟尼佛他在无量无边的世界当中都去度化的 他一个佛陀能化现无量无边的 然后说化的这些众生最后获得的果位是什么呢 就是说见闻的菩萨 见闻的菩萨果位 那么他们在每一天当中恒识 也就是说他所化的这些菩萨 范围是十方世界当中 然后菩萨每一天都有获得这样的菩萨果位 每一个世间当中 每一个时段都有的 他这里是见闻 他得到果位的是什么呢 菩萨的果位 见闻的 不会退转的这样的果位 然后恒识注释的话 恒识是每一天的 每一个时刻当中都会有很多的菩萨 那么他们得到的什么呢 难得的菩提 为什么叫难得的菩提呢 实际上需要得一个菩提的话 不管是菩萨的果位 还是佛的果位 实际上他需要无量的世间当中积累善法 然后断除无量的罪恶 而且行持无量无边的苦行 然后发无量无边的大愿等等 有无量无边的很多很多这样的善举 集聚一起以后才能得到的 这是一般人很难做到的 一般人他不愿意做无量 哪怕是少许的这样的功德 有些世间人可能不愿意 所以他可以通过佛陀的这种转法论的方式 能获得这样的 而且他们所得到的殊胜的功德 已经具足最超胜的 声闻 圆觉 世间的一些自私自利的这些众生 根本梦中都是没有获得的 这种果位他们都已经得到的 那这些得到还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他有一个长和见 还有无一一虎 佛陀成熟的这些众生 他获得了恒长的 不会退失的 坚固的 不会一次而毁坏的 还有对世间当中无量无边的众生 无有依靠者 得以依靠的这样的疑惑 那这是非常稀有的 短短的时间 每一天都是有无量无边的这样的菩萨获得 这是非常稀有的 我们可能想 比如说一个上师 他每天都是通过他的威力 通过他的一些讲经说法的方式 有无数的众生开始皈依 发菩提心 受戒律 听闻佛法 我们有时候看到 哇 某个某个高僧大德也好 他的事业是无量无边的 你看全世界当中 世间当中有无数的众生 每天都是有行政的 觉得很稀有吧 就是稀有的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讲 也没有什么稀有的 为什么没有稀有呢 有行妙利过 也非大稀有 一方面没有什么稀有的 因为像佛陀 他在多僧累劫当中 行持六波罗蜜多 六波罗蜜多这么多苦行的因 他就行了这么长时间的一种妙性 那最后有过是一个自然现象的 你农民种了庄稼 最后获得丰富的庄稼 农民种的种子 获得丰富的庄稼 这是一个自然的规律 佛陀在因地的时候 做了这么多的善事 行持六波罗蜜多 最后无情当中能度化无量无边的众生 这是一个非常显然的 也没有什么可稀有的 我刚才讲的 比如说某个世间的大德 他就短短的时间当中度无量的众生 那么其他人信不到 为什么呢 因为他在曾经也好 今世也好 有这么多的付出 而其他人可能是没有付出的 所以一方面他一个人有这么大的威力 是很稀有的 一个方面看到 也没有什么稀有的 他确实跟其他人的付出不同 你看佛陀释迦牟尼佛转法论 转法论以后 他在世的时候 有无量的菩萨现实 有无量的德国者也现实的 那么即使圆寂以后 那么他在传承的教法当中 有这么多的成就者 其实这个一方面讲 非常稀有的 但另一方面 也没有什么可稀有的 他做的种子的因 结果也会这样的 所以佛陀成熟众生的方法 各是各样的 因此有时候他会把 其他经论的时候也讲 把众生安置于菩提果位的 有时候安置于加行道和圣洁行道 有时候安置于给他种下一个善根 这是根据不同 而佛的事业会现前的 佛经里面也有这样的 当时佛陀有一次出去的时候 有一个老妇女她是一个长者家的仆人 这个仆人也是老的一个奴婢 她当时抓住佛的衣服 阿难尊者当时觉得这样抓着佛的衣服 一直抓着佛的脚这样不太好 马上准备把它弄开 后来佛陀说不要劝开想让他抓一会儿 不然他会伤心而死的 他抓了一会儿后来就稍微好了 好了以后佛陀说跟这个家人 跟他们主人说他如果想出家的话 应该可以出家如果出了家 他可以得国的 得国的后来这个主人也答应了 答应以后后来佛的教法下面 这个老妇人她也是个非常贫穷的 也是很贫穷的 而且地位也是很下劣的 他们的仆人 就是这样 后来得过了 得到阿罗汉果位 他对接近第一吧 佛的接近的意义他都特别容易善解 给别人讲经说法也是 老菩萨是很不错的 很多佛的眷属有点不理解 说是啊 怎么老的老菩萨出家 出家以后 那天他一直为什么这样抓着你 然后他出了家以后 那么快的时间当中获得了阿罗汉果 你看我们学了那么长时间 越来越修行境界不行 他就获得那么大的果 而且他也是一个为什么这么贫穷的人 为什么 然后佛陀讲他前世的一些因缘 为什么他对我这么抓着呢 他曾经当过我的母亲 所以看到我的时候他有特别的亲切感 因此一直抓到不放 这是我们佛陀和他之间的一个因缘 然后说为什么今生这么短的时间出家呢 因为他在家世佛的时候出过家 所以即生当中他获得阿罗汉果位的原因就这样的 一般前世佛的下面比如说受过劫 得过法 到后面的这个事大多数都能成就的 刚才有些道友给我拿个弥勒菩萨的相 说是即生当中我们讲现观经庄严论 然后结缘的众生最次最次最晚最晚 也是到弥勒菩萨的家法下获得胜果肉的 好像这个是吧我给你看一下 你不要出来不然净土里面出来就 全世界都看到你了 也没事 你也不是什么看不到的 不能看了 这个还是可以 是弥勒菩萨的相 好 放在这里吧 这样的 这是刚刚上课的时候拿来的 大家对弥勒菩萨的有信心还是很重要的 因为即生当中我们还是结上善缘 祈祷弥勒菩萨我们讲弥勒无论的话 我也在想我们最晚在弥勒佛出世的时候 大家再也不用转到轮回当中大家也发这个愿 我刚才讲的这个公案没有讲完 为什么即生当中他能获得阿罗汉果位呢 因为假释佛的家法下他出国家的 为什么他今生当中变成别人的怒仆啊 这是什么呢 因为他以前在弥勒菩萨团体当中他脾气不好 嫉妒心很强 经常看不惯其他的弥勒 然后他经常看不惯的这些出家人 他说经常下见的监女 他经常这个监女如何如何 其实我们有些可能世间人 有些是在世间当中的有些 经常用这种语言 某某某监女 有些自己引发嫉妒心的时候 会可能把别人说这样的话 应该提前要忏悔 否则虽然是一句话 但是因为你说了别人是监女的话 那生生世世可能很多时都变成别人的怒仆 有这个困难 为什么今生当中他变成一个贫穷的人呢 因为前世当佛陀他的母亲的时候 他很吝啬的 不让布施 他不但自己布施还阻碍佛陀因地的时候做布施 这个原因他今生当中也是非常贫穷 他讲了这样的因缘 所以我们有时候在生活当中 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复杂的因缘 即生当中的复杂的行为和心态 也会变成了我们来世的复杂的生活 我今生可能我骂人 我心里嫉妒 然后我就障碍别人的布施 同时我要行善 这样的话 你看 我们又要受劫 又要行持善法 但是因为烦恼引起的时候我们又要跟别人插家 不该说的有些话以复杂的因缘将来也变成了一种复杂的生活 因此我们还是好的这些也要不断地增上 这个要用回向菩提来用回向 然后一些不好的事情我们最好是通过听闻大乘佛法 你看华智仁波切《听闻大乘佛法》里面 听一个偈宗也是能多时的罪业遣除 所以我们有时候努力地去听课 也其实这个是个很好的忏悔方法 还有我们念金刚萨埵行咒 念白字明 还有安咒这些方法还是有必要的 我们人都不能想到短短的这几十年的人生 如果真的这样的话都是很简单 我们现在很多人的生活方式来 金钞有求金钞罪 你就过一个非常疯狂的生活 如果来世没有的话 都说我也是不一定天天辛辛苦苦地这样讲课 反正短暂的人生当中我讲了也可以 没有讲了也可以 我们所有的人都去疯狂地去追求世间都可以 但实际上确实不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为了来世的话 有时候有烦恼现前的时候也会造业 但是幸好我们这个难赞部主是可以造善业的地 所以我们变成一个旁生我们变成一个其他的话 我们可能没办法忏悔没办法 我们现在有这个机会的话要尽量好好地忏悔 还有行持善法这是我们讲到的这个 然后讲最后一个说文 成熟终生的种种方便方法 下面是 成熟终生的种种方法 佛陀成熟终生的种种方法 什么样的成熟终生的种种方法呢 佛陀成熟终生的种方法 佛陀度化众生的方法跟我们成熟有情的方法不同的 我们可能成熟有情的话有一只情作 费力 有时候众生不听话的时候也很苦恼 生气也有这样的 但是佛陀在无情当中可以饶益无量无边的众生 而且顿时同一个时间当中要显示种种的身相 在有些众生面前可以显示数百的转法论 比如说佛陀在这个时间当中转法论 在另外一个世界当中也在同样的转法论 在另外一个世界当中也在同样的转法论 完全是一模一样的 在不同的娑婆世界当中都会转法论 有些面前他不显现降生 不显现十二相 从降生到转法论 出家 涅槃这些十二现象不会出现的 那么有些面前显现十二的现象 有些众生面前显现得就像菩提属下正能觉的果位 有些众生面前实现涅槃 凡是各种各样的显现 佛陀在同一个时间当中也可以这么讲吧 比如说佛陀像我们现在的这个时间当中 大多数的众生显得佛陀已经实现了 已经涅槃了 但是他的教法还没有隐没的 但是在有些时间当中佛陀正在讲真 显现 有些时间当中佛陀已经正在实现涅槃的 这些一讲起来可能有些人觉得 哇 这个这么玄妙真的会有可能吗 大乘佛教一般不太有更多闻思的可能会有这样的 但是如果我们大乘经论大概是二十多本 像经典里面学二十多本 论典里面学二十多本 大概是学四十多本书的时候 你也许可能真的是相信这些 因为我们学得太少了 说实在的 我们现在学会里面有个别的人 啊 我学的很多 已经十年了 其实十年我们也没有学好多论典 其实学了这几个论典都学得不好 说实在的 有些人我都觉得 自己认为是自己学得很好的 但是真的有一些比较严格地去考的时候 恐怕是不一定过关的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可能邪见蔓延得更厉害一点 就邪见蔓延得比较严重 在这种心态下 我们有正知正见吗 很难说的 但是总的来讲 我们应该相信这样的道理的时候 在一个世间当中 有些面前实现涅槃 有些面前实现讲生 有些面前实现转法论 有些面前实现佛陀正在出家 正在这样的时候 实际上在无漏法界当中 佛陀真正的发生从来没有一死一毫地动摇过 在没有动摇的情况下 就像越轮在虚空当中没有动摇的情况下 因为跟下面的水器不同的话 有些没有水器的地方可能越轮不会现前的 有些水器比较浑浊的地方可能显现浑浊不清楚的越轮 有些因为你的水器正在破了的话 越轮正在消失 有些正在开始水器放置的时候 那就显现越轮的原因 不同的水器的原因我们在世间当中也会同时不同的实现 当时有一部经典里面应该《大智度论》当中讲的吧 《大智度论》里面说 释迦牟尼佛不是到三十三天去 他的母亲说法耽误了很长时间 后来应该是阿难尊者吧阿难尊者跟佛陀说 你现在我们南战部主的众生放弃 你到天界去 向乐去了 怎么 你不管我们了 然后佛陀加持阿难尊者 应该是阿难还是加持 我记得不说很清楚 应该是阿难吧 然后佛陀加持阿难尊者以后他看到 原来其实佛陀不仅仅是在天界当中 还要在其他的世界当中 有些地方佛陀正在大作度化众生 有些地方正在说法度化众生 然后依靠佛的加持力 阿难看到了很多很多佛的不同的转法论 那个时候他对佛陀更加生起心想 阿佛陀我错了实际上你并不是在天上享乐 你其实在别的地方度化众生还是一直在 只不过是我们没有看到而已 佛陀更加扩大他的见识 然后东方的东方 在某个世界当中在声闻当中转法论 有某个世界当中在度觉当中转法论 有某个世界当中菩萨当中转法论 然后东南西北四方 在所有十方恒和杀数的世界当中 有无数的佛陀来跟他们转妙法论 这个时候他更加觉得是不可思议 当然这些一讲这是佛的一些不公的 不可思议的境界 可能我们有些人都是听都没有听说过 但是也不要紧你今天第一次听到说 啊 是这样吗会不会啊有吗 在我的小房子里面怎么我看不到啊 可能会有这样的但这个也不要紧的 哪怕是对神妙的这些功德生起短暂的怀疑之心 将来也会慢慢慢慢变成菩提的因 所以我们对听闻大乘佛法很有意义的 而且我们这样的听受实际上是 对自己的佛学真正观点也有逐步的不断的认识 否则现在很多人认为的确是所谓的佛陀 好像跟一个凡夫人的评价基本上是一样的 当然一方面这些人是对不懂佛教 不懂大乘佛教的甚深理念 但另一方面他们自己的见识 以自我的很渺小的见识非常重视 很信任自己的见识 可以这么讲 古炉寡闻吧 那么这个来抉择一切 自己没有所见 没有所闻的东西这是不合理的 因此其他人不懂情有可原 因为他们不是这个专业 但我们佛教都不懂我觉得有点遗憾 比如说他是专门量子力学的一个无理学家 不懂量子力学的基本操作和他的原理的话 我们觉得这个不应该成为量子力学的会员 或者是他的学员了 因为他的专业他不懂这是一个很可耻的事情 如果非专业者不懂某个专业 这是正常的现象 而我们很多人佛教徒 包括有些时候不但是佛教徒 甚至我们穿着出家衣服的 穿着出家衣服的话佛教徒里面也是更加 按照相关的一些戒律和要求更加转业一些 但现在末法时代的时候有时候出家人 当然有些可能生下来都是你的智商不高 可能有点点这个是我们也不一定 出家人全部都是非常聪明的阿难尊者和罗侯罗那样 不一定这样的 但是基本的原理出家人也应该要懂的 有些出家现在我听到有些学会和外面的居士学得比较不错的 所以有些出家现在不想跟居士教导 害怕问很多五部大论这样的话自己以前没有学过 有些人很喜欢居士有些人不太喜欢居士 害怕到时问他空 子空 这样的话自己学得不多 而且有些居士也是故意 有些人不懂的东西问他的 有些人他明明懂自己已经研究了很长时间 然后故意测别人到底懂不懂 然后就问 师父我听说你是不是写 护法仁波切的《中观传言论》的 那些护法仁波切《中观传言论》的话 我有个怀疑好长时间一直缠绕着我 我该不该问你 开训吗 你如果开训的话我想今天是个很好的机会 我想问问你先是不是吃吃饭 然后我们再聊一聊喝个茶 然后出家人说不不不我不吃饭了我就走了 所以也不是出家人有些居士毕竟是在家的各种各样的琐事缠着的 所以自己学的就觉得好一点的话 一般出家人完全放下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所以应该在有些修行的境界 花的功夫 时间 包括一心转意研究佛教的话 他的智力也超过一些数家人 那天有一个人也说了 我们毕竟是数人肯定干不上你们这些人 你们什么寡爱都没有啊 鹦鹉寡爱 有些人也是赞叹出家人 但不管怎么样不是全部都是一概而论的 所以不管怎么 我今天要想说的什么呢 我们佛教徒基本的佛教道理希望大家应该明白 从总体上看尤其是大陆的很多佛教徒 在几年以来的确是有进步 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因为我一出去到整个五大洲都去的时候 有时候很想回来 因为回到这边讲课好像很有力气 就觉得我们这里正的能量比较多一点 大多数都是行持正法的还比较多一点 然后行持邪法的虽然有 但是力量不太强 所以我们还是很想在这里有希望 但是有时候我们还是怎么讲 光有一个希望不行 还不断地努力吧 不断地努力的话 应该会有更好的结果 所以我们今天也讲到佛陀 在不同的世间当中都有不同的幻化 这就是佛教不共自己的观点 这种观点我们佛教徒也会要说 不然的话 释迦牟尼佛圆寂就圆寂了吗 那已经圆寂了 就已经好像我们佛教徒也是把他看作是一个 就像孔子圆寂了跟释迦牟尼佛圆寂了一幕一样 也许可能教义上不是这样的 说实在还是有一定的差别 这一点要讲到现在犹太教的很多教授 讲亚利斯多德 波拉图他们的观点讲的时候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一种方式 我以前都听过一些教授他们是怎么讲的 我想他们讲上帝的时候怎么讲 其实他们也有他们一些不同的说法 然后我们佛教徒也应该有 懂得不供大乘佛教的基本道理我今天讲到这里 攻上一群人的不归宝妇 目标 mobile人放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下面讲《大乘经庄严论》 《大乘经庄严论》现在正在讲第十品 像今年上半年准备讲完第十品 然后看下半年 把后面的十一品到十五品能不能讲完 有这个计划 想法但是不知道有没有变化 世间人的很多计划和变化经常也有不同的说法 那么我们学习《经庄严论》一段时间了 还有一段时间在这个时间当中 可能有些人会坚持下来有些人也不一定坚持 但我经常在课前或者在课程当中也鼓励大家 如果没有特别特殊的情况大家应该选择了一种法门 尤其是像《大乘经庄严论》这么好的论典 应该全部学习完这个是很重要 而且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也看到大多数的百分之七八十 或者九十的人大家都学得非常认真 然后也有部分的佛教徒可能是因为以前没有系统闻思过的原因吧 经常听课的时候也并不是特别的专注 人虽然在法堂当中但是心不在 甚至人在的过程当中的整个闻思的规律不是特别清楚 所以我以前也是说过 我们不管是讲信心修习也好 讲《大乘经庄严论》有些时候可能是做一个开始形式的 那这种没有法本没有法本的话可能没办法的 有了法本尽量地大家看法本 如果实在是因为我们每一次的法本应都不读 如果实在是没有法本的话 其实每一堂课讲的颂词记下来也可以 比如说我明天的课没有的话那跟其他人面前也吻有一下 明天讲哪几个颂词 比如说十五个颂词 十个颂词的话 你大概把这个颂词记下来 你的理解跟我讲的是一样的吗还是什么样的 或者现在你没有法本的话讲的课可以复印 或者可以从网上下载放在你有电脑的话电脑没有的话 现在每个人基本上都有书记这样的话 听课的时候很多人以前经常不看法本 不看法本的话很难懂得 因为我们现在是一部论诞一部论典都这么讲 而且这样的讲大经大论可能也比较少的了 以后可能越来越少 可能我们想做一个简单的演讲形式的 自己想什么法会这样可能比较多的 但是真正的传统式的这样的大经大论讲 也有一定的困难 所以本来好像在自己设想这些都是 刚开始的时候我很排斥的 但后来我也要求他们设想 包括如果他们有人记录的话也可以把它记下来 记下来而且我要求他们摄像的质量稍微好一点的话 一方面现在可能看了比较清楚的 尤其是高清的摄像机 但是更重要的我是想 比如说我一旦离开人间以后 也许有一部分人还要依靠光盘 依靠资料更加重视 因为一般来讲人在世的时候有很多人有嫉妒心 有诽谤 有正义 有各种各样的 人一般离开了这个世间以后 很多人看不惯的现象就找不到了 这个时候可能会 包括我们现在将来很多国家和地区 将来有一些佛教的电视台这些以后可能会应用 所以我也跟我们一些工作人员也好 我们跟他们也讲我讲的有些法 你们就好好地报成 工作人员不管怎么样以后都是尽量地报成下来 也许可能有一些意义的讲的过程当中 大家也比较认真的听说好一点 我现在看到的 我发现的 我们学院里面基本上来经堂的这些人有法本的 但是在家里听课的有一部分 包括有些法师听说是没有法本的 这是别人说的他们只是把收音机或者电脑打开 然后电脑打开只是放一个声音在那里 然后表面上好像不断传承就可以了 那这样的话不如我在前面一分钟念个传承 然后你做你的事情这样就好了 为了听一个传承的话可能是这样好一点 因为我利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其实我对大乘法的理解 给你们做一个参考和建议 然后你们每个人既然花了这个时间 大家还是学习 这是一个习惯 以后不管是谁 我希望讲课的过程当中 很认真的笔录 看法本 包括记录 然后完了以后的这些资料做保存 这个是人 像我这样的话 人是凡夫人 但是所讲的有些法 应该是我学的是圣者的 大成就者们的这些教言 所以应该对每个人来讲是有利的 这一点我也是充满信心 所以我今天课前也好 课中的话 大概说这么多 那么下面我们讲大乘经庄严论 现在正在讲菩提 昨天我们讲成熟有十个方面的一些功德 这里今天讲第四个 成熟无分别 诸佛无师相 此为我成熟 此当于尽熟 人于诸方熟 恒常以三门 三法成熟众 他这里讲到佛陀成熟有情的时候 实际上他并没有想我们世间人要度化众生 帮助众生的时候 我要今天去什么地方 我要帮助众生 这个是有缘的 这个是无缘的 一个一个有分别念来进行造作 但是佛陀因为因地的时候 已经有了这么长时间的积累资粮的原因 他正在成熟有情的时候他没有 这是这个众生 这是那个众生 这个众生我要去灌顶 我要去给他们讲经说法 这个众生我不去不让参加我的法会 没有这样的 这些众生不管是此为我所成熟 某个众生这是我以前是我所成熟的众生 此当的话这个是将来我要所成熟的 所利益的众生 还有另外欲经熟 另外这些众生 比如说今天我现场的某个众生 这些我现在成熟的等等 这样的分别念 对佛陀来讲是没有的 然以诸方说 恒长异三门 但是因为他的发心和寿愿 以各种这样的缘起的力量 在十方世间当中很长 放说是十方世间当中 那么世间是很长的 不是偶然的 那么恒长也通过三门 声闻尘和菩萨尘 或者声闻缘觉菩萨尘 以大尘和小尘的两个门也好 或者通过声闻缘觉菩萨尘的三门来利益 就是以这种善法 以这种佛法来饶益无量无边的众生 所以这是佛陀一般度化众生的方式 应该是这样的 那么有些人可能会想的 佛法虽然说是平等的度化众生 也没有分别的 但是好像也不平等的 比如说有些破戒者不能住在僧团当中 有些邪见者 他也不允许听一些甚深的法 这些是不是这样呢 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那么这个我后面也可以讲的 一般来讲佛陀对所有的众生都是平等相待 平等相待 马敏菩萨有一个叫做《大乘庄严论经》 就是庄严论 本来不知道这个上面为什么加一个经 以前我也经常用过 马敏菩萨的《庄严论经》里面讲了很多的比喻 佛陀没有偏单心 他是意识同仁的利益众生的 那么这个就像他讲了一些佛经里面的内容 比如说像舍利那样的智者 我要去度化 像朱利潘陀那样的愚者 我不度化 他也不会这样取舍的 还有像加舍尊者那样的知诸少语 我去度化的 而去南陀那样的贪欲强大的人 我不去度化 还有像须菩提那样 有些是富裕的 有些是特别健卑的 有些是相貌庄严的 有些是相貌丑陋的 这些全部都是同一个法语来一样的对待 不管是富贵的人也好 贫穷的人也好 或者强大的人也好 脆弱的人也好 那么全部一样的通过三种法论 转三种法论一起饶益众生 所以佛教的基本思想应该可以这么讲 所有的众生他并不是因为他有钱 他可以得甚深的法 因为这个人他会特别有很高的地位 所以跟他可以传说法 这个是乞丐 这个是非常丑陋的人 这个是很见卑的人 这个是因为特别贫穷等等 以这样来取舍 实际上是不合理的 所以我们佛教 不管寺院也好 或者在居士的道场当中 如果具足自己的信心 然后各方面对佛教的这种意乐具足的话 那么从度化众生的层面来讲 佛全部都是以识通认的 因此我们可能 比如说有些佛教的大德也好 或者说有些居士否则的话 我们也应该从利益众生 摄受众生的层面 应该是很有必要 所有的人同等的 当然有个别人可能对佛教非常有贡献 然后这样的话你就特别地对他有些照顾的话 这也是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但更重要的就是佛教基本的观点 应该要知道所有的愚者和智者 当然我们要同样的摄受 当然我们给他们同样讲课的时候 愚者恐怕接受不了 有可能的 或者智者还没有开悟的时候 愚者先开悟 也有这个可能 因为他有信心的原因 他可能会通过一种窍诀或者自己的一些理解 很快的时间当中会领悟法界 有这个可能 因此不管怎么样 我们要知道佛陀利益众生的方式 以三种法门来 未来过去现在的这些众生 以无分别性的方式一并饶益所有的众生 哦 藏文没有念是吧 你们也不说了 你们也现在 我们要有提供一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Rawyevshebaqiujiyugutramjimtokshukshukandshimqinna'mzat 下面讲无偏多的成熟有情 如日无情中光芒照着方 无边众光明成熟终庄稼 如是驱发日寂灭法之光 无边照诸方成熟诸有情 下面另一种比喻用太阳和庄稼之间的比喻来说明 佛陀无有偏短地利益一切的众生 就像太阳的光芒在无情当中 不是他有分别念他有情作的我要发出一个光 或者按一个开关 按一个流不是这样的 他无情当中发出无量无边无数的光芒 然后当他发出光芒的时候照耀整个世界 东南西北所有的世界 那么这个时候他无边无量的光芒可以成熟 世间当中也是无边无数无量的庄稼 自然而然你看眼光一照耀之后 那么地上的整个万物也好庄稼也好 自然而然会成熟 那天我在微博上说我发愿 我发愿的心变成月光或者变成日光来利益众生 有些人跟我反驳说那屋子里面的人月光也得不到 然后眼光也得不到怎么办 你说的是不对但我没有时间反驳 实际上如果屋子里面始终不出来 确实有点困难 窗户也关着 门也关着 人也不出来 白天晚上都一直闭着 这是自己闭着的 如果自己出来 眼光应该可以照射到所有的众生 所有的眼光可以照射到 所以说 同样的道理 如果我们在世间当中也是如来的光芒 如来的光芒是什么样呢 具有佛法光芒的太阳这是佛陀 佛陀经常用太阳 日清等等来比喻的 那么它会发出寂灭法的光 不是我们世间的烦恼 痛苦这样的光 虽然我们现在可能包括有些舞廷 现在有些王八里面有很多无严流色的光 但是这个光不一定是寂灭的光 有时候可能刺激的光 有时候烦恼的光 一般都是入了这个地方以后 回来的时候有些人苦 有些人心里不一定很平静的 那么佛陀所发出来的光断除痛苦和烦恼的 也就是道地和灭地的光 不是极地和苦地的光 所以它为什么叫寂灭法呢 寂灭法就是这样的 它这样的光 实际上是佛陀的讲经说法 装法论叫法光 并不是佛陀生生光 发了很多很多的光 让我们很多的众生马上 因为它的光一照射到以后就特别束缚 不是这个意思 它这里的光形容成讲经说法 佛陀通过佛法以传与众生 而且这个佛法是 照与无边释放的所有众生 东南西别多不分 所以佛教的光芒可以在整个世界当中也好 在这个地球上以外的任何地方的众生都可以接受的 它世界十方都可以照耀到佛教讲经说法的光芒 通过这样能获得无量无边的众生 承受无量无边的众生 所以我想在座的人也是特别的幸运 也是获得了释迦牟尼佛的智慧和慈悲光芒 每个人在即生当中遇到了光 我们相当于也是一个庄稼当中的妙牙和一颗小小的成熟的庄稼 通过它的光芒我们将来一定会成熟 开花结果 所以我想很多众生应该是非常有福报的 这个时候有些人也可能这么会想 我刚才所说的那样 那么为什么佛陀刚才同样给大家无边的 没有片段地发出这样的光芒 或者这样讲经说法 那有些众生得到有些众生得不到 或者说有些众生他能成就有些众生不能成就 这个很容易的这个道理很容易理解 我前面讲一些老师的比喻 比如说一个老师同样给几百个学生讲课 但是有些得到老师真正的教诲 有些得不到最后始终犯罪或者是对老师可能不一定很光荣 他所做的事情 还有我记得佛陀在阿罕经里面也有个比喻 当时一个比喻是什么呢 有一个其他宗教的人很想羞辱释迦牟尼佛 他当时叫他的弟子你亲自去问一下乔达摩 他们一般不尊重的时候经常这样讲的 然后如果乔达问他问题刁难 怎么刁难呢你问问他是不是读一切众生的 如果说他不是读一切众生的话 你跟他说那你跟凡夫人没有什么差别的 你也不是读一切众生的 如果他说是读一切众生的话 那你可以说有些讲经说法得利的 有些得不到利益的你也读不了一切众生 其实你有偏淡心的不是这样的 这个人按照他老师的说法去亲自找世尊 找世尊之后他也照样问这个问题 那佛陀给他回答的是说 我是读一切众生的 那如果你读一切众生的话 那有些是得到利益有些是得不到利益 这个是为什么你还是偏短的 不是无偏的还是你有差别性的 然后这个时候佛陀就讲了两个比喻 第一个比喻他就讲了 比如说一个人要种庄稼 用一个种庄稼的话 他所种种子的这个田有三种 一个是很好的两天 一个是中灯的田 一个特别特别差的 基本上是一个黄土或者沙漠地 那这个农民选择哪一个田啊 他说肯定是选最好的了 然后过了以后中灯的田也 然后最后可能下灯的田上面不一定种得上庄稼 但是如果他杀上种子的话 也许可能有少数的 会有成熟的机会 他可能最后最下灯的田也也会这样的 然后佛陀说我虽然没有偏单性 就像刚才农民一样 他很想成熟所有的庄稼 但是我在接受佛法的时候 他只有选择行的 有上等根机的先给他们得过 因为在佛陀时代的比丘比丘里 很多都是得阿罗汉过位的 然后在中等的 像有菠萨 有菠尼 最过后在其他众生的 那么还有他就举了一个例子 比如说一个人水倒在盘子里面 那么一个盘子非常好的 一个盘子比较中等的 里面有点点残漏 一个盘子里面的地基本上都不行了 破裂了 水全部会漏下去的 那这样的话 这个人先水倒在哪里面呢 他回答的也是肯定是 他要倒水的话 一地不漏的水漆 然后过后就是中等了 过后可能最破的水漆里面也会倒一点 那么通过这种比喻也是已经说明了 佛法可以这么讲 包括传法者也好 佛法从自身的角度来讲 对所有的众生特别希望得到真实的利益 可是你得受者或者从法器的层面来讲 不一定全部都是平等的 而我们讲密法的时候也是一样的 分几个层次有些人有意见 为什么人家都可以听密法 我为什么不能听法 我的根基是远远超过它 但是这个是只不过自己所说的而已 实际上有很多要求来衡量最后自己真正自相续成熟的时候 也觉得对你也是有利的 传熟者也是有利的 所以我们有时候佛教的有些道理应该通过一些学习和闻思以后 才明白其中甚深的意义 我们讲的成熟有情 无偏的成熟有情 我们从这里也应该懂得一个法力 下面讲辗转成熟 其实弥彬仁波切这个科判非常有意义的 我们现在也是弘扬佛法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站在一个辅导员站在一个老师的角度来讲 我要无边地度化众生 那这个时候其中难免有一些人可能没办法不具足条件 那我用佛教的观点来怎么对待 我们刚才前面讲的我有分别念 其实我没有分别念我应该帮助所有的人 但是下面的人有分别念的时候我怎么办 佛教的思想是什么样的 这方面我想我们很多佛教徒 虽然这是讲的一个佛成熟众生的方法 但是其实我们现在也是按照佛的观点来度化众生 利益众生的时候也有同样的道理在我们面前 下面是 下面讲 连转成熟佛陀是佛法的今生 就是辗转来成熟众生 犹如一灯燃众灯无量无所必无尽 一则成熟化众说无量无所必无尽 他这里通过一个比喻来说明 比如说一盏灯它有一盏灯的话 这个灯火可以传递 一盏灯作为主要的灯 然后这个灯的火可以传给千千万万的所有的 就像我们有时候太古 有时候在别的地方开一些特别大的灯会的时候 刚开始一两盏灯这个释放的全部开始沾染起来的时候 无数的灯同一个时间当中可以传递 但是主要的原来传递者的灯其实没有灭尽 它并不是把自己的灯火全部用完了以后 才能传授给其他的灯不是这样的 这个我们一般参加过一些供灯法会的人都应该非常清楚的 无量无边的灯它可以传下去的 同样的道理佛陀成熟有情的时候 他首先也通过《转法论》讲经说法 然后成熟一些声闻 怨觉 菩萨一个一个的他就成熟 在佛弟子当中有这么多 然后每一个弟子他也把佛陀智慧的名灯就这样传达 也是无数无边的 那佛陀的智慧并没有一次二断 菩萨的智慧并没有二断 所以一直佛法延续下去 他的智慧和他的法脉也不断地可以流于世间当中 这是一种我们所谓的法脉延续 这种缘起 所以很多的 比如说一个非常伟大的上师 他在传法的时候可能刚开始不一定非常多的 就像我们上师如意宝 刚开始我们建立佛学院的时候应该是人很少的 我记得是八零年的时候32个人刚开始的时候说是这样的 当时我倒是没有了 但是在这个时候 后来每一个法师他在不同的场合当中也可以传法 即使法王已经缘起的话 现在也是在东南西北的世间当中 有很多藏族的 汉族的 还有其他民族的各个法师 讲各种不同的称 法媒在四方一直传递 这种灯火一直胜燃 这是我们也可以有目共睹的事情 那么这样一来我们这里可以要知道的什么呢 一个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自己也有责任 任何一个上师传下来的这些法 那么将来自己有机缘的时候尽量传递给众生 哪怕是一个众生也是可以的 即使你实在是今生当中遇不到各方面的原因 实在是没有办法的话 那就发愿也是可以的 有些可能在家人想 啊 我可能转法轮的机会都是没有的 我是在家身份的 我是女众身份的 有些这样讲的 但实际上也并不是这样的 你看我们《华严经》里面的《五十三禅》 有些《华严经》里面讲有五十一个上师 有些是四十八个 有些是五十三个 但五十三是比较共同的 我看到藏文当中华智仁波切有个专门讲五十三禅的 这里面好像女性大概有接近二十个吧 但汉地好像以前我对过的十一个是多少 不管怎么样也有很多女性的 她这里善知识当中也有很多居士身份的 所以传法不一定非要一个出家的比丘 萨米 也不一定非要一个男士来传法 那么女众和居士如果真正佛陀的这些真理的话 我们也是在适当的范围当中可以把它传递下去 那传递下去的时候我也讲了 我们现在汉地的有些传统要改过来 要听闻佛法看着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以前不像藏地藏地的话到处都 你看现在我们学院每次开法会的时候 我们学院的法基本上都是没有了 就各个地方亲的人太多了 然后去传法 传两天的法 一天的法到处都要去 可是汉地的话 我们今年放假期间我就大概通缉了一下 很多堪布堪木就在自己有一些小房子里面吃中药 一直带着的 我问为什么不出去给他们讲讲 没有人亲我 没有人亲 我说 学院里面有这么多人听课的 连外面没有人亲 没有 没有 很多人都这么这么讲 其实有时候我看那个法叫做《大法句陀罗尼经》 《大法句陀罗尼经》里面讲的是 传法的上师如果不在佛法隐没的 不仅是传法的上师不在 听闻和问问题的人不在的话 也要佛法毁灭我都是很希望你们很多人暂时 我原来说两三个人有的话我也讲课 但是暂时来讲不止两三个人还是经常如果我出面 比较有方便的一些环境的话可能会有一些 但是仅仅是一个人传法还是不够的 应该是有很多不同的人 不同的声音 不同的人的形象 有些人可能喜欢这样的人的形象 有些人喜欢哪样人的形象 有些人可能带有一些四川话的口音 有些带有一些普通话的 有些人带有一点东北娃的 有些人带有一点南方的 甚至用英语讲课 也有很多不同的与世 所以我们还是以后 现在很多汉族这边有时候非常不错的 我们现在学习佛法方面很好的 就是大家的整个修行 精神这方面是很好的 但是现在很多人打挂 灌顶 一直是求一个藏族的活佛藏族活佛也可以 如果真的跟你讲经说法对你有利益的话是非常很好的 但有些时候我们汉族当中也确实是心很清净的 戒律很清净的 这样的人通过讲经说法 这就是善知识 所谓的善知识也实际上是一个人 所以这样的人我们也应该可以去医治 这些人也应该为了护持佛法尽量的 即使你如果闭关 禅顶 这样也是很好的 但是有必要的时候也出来给别人讲经说法 这是最好的一个护持方法 我想在《释迦牟尼佛的地藏十论经》 《释迦牟尼佛的地藏十论经》里面怎么讲的呢 说是前句子中知者清修顶 说声声觉慧不如护我法 这句话这句话我还是觉得很重要的 意思是什么呢 一千个句子当中千句子中 知者清修顶 有智慧的人 知者尽情地修禅顶 精清地修顶 所生出来的非常殊胜的觉慧不如护我法 不如护持我的佛法重要 意思就是说 千百万年当中有些人通过禅顶 而且这些人也不是一般的人 知者 他所生出来的觉悟 什么境界特别殊胜的 了不起的 但这样的境界还是不如 你到一个普通的地方来弘扬妙法 有些是真正 当然弘法方面有几种弘法 有些是通过讲经说法来弘法 有些比如说见道成 给别人念诵 发心 我觉得发心也是一种弘法 我们现在学院当中的话也好 我经常这样讲的时候也许有些人可能觉得 堪布现在发心人很缺 其实我又没有发心人也是无所谓的 到一定的时候我们所有的这些事业全部归毁令 这是自然规律 有也可以 没有也可以 但是我确实感觉到我们发心人员 既要适应社会 如果没有发心人比如我们所有的修行人 就像以前七八十年代的电影一样 全部都出家人到寺院里面去 谁都不见 然后来朝拜的人都用 就像其他宗教的修女一样用皮蛋蒙着头直接过去 那我们佛教最后变成了什么样的 佛教徒不管是在家人 出家人 都是以人的形象来活在这个世间当中 那人的形象活在世间跟人的这种形象当中 也需要给他们创造一个影响 影响的话我们有时候要帮助别人 从世间角度来讲 比如说我们要帮助他们的孩子 帮助他们的病人帮助他们的老人 这也是一种度化众生的方法 我认为这是护持正法的一种方法 当然你什么都不闻思 整天都是这样做可能也稍微有点欠缺 但是禅定也是很好的 修禅定确实也需要修行 但更重要现在末法时代的时候 佛教先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 那这一代人手里 我们到一定的时候要交代给下一代人 那么交代给下一代人的时候 我们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包装 这个是很重要的 下一代的人看佛法 也许在他们这个人的手里面会丢失会消失 也许他们更加用更好的方法来发光 这是一个历史的见证也是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可以这么讲 我的说法来说 每一个人是特殊时代当中的一个特殊人物 而且我们的见上有一定的责任 这种责任的话你也有修行的责任 你也有弘法的责任 所以不如护我法 前面这个教证你们还是要记住啊 以前我说华智仁波切的《现观传论论》里面讲 《现观传论论》的一个中书里面 也是讲到了法心和护法的重要性 好像护持正法的这方面我们以前在什么地方讲过 我以前也是讲过一个课但不知道这个里面怎么样 下面就是讲 每一个讲序方的那个中书里面 是想要说一句 我以前就是自然的 是想要说一句 就是想要说一句 就是想要说一句 你自己是想要说一句 我以前是有个课法的 他们在这一步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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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步 一步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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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步 下面第七个问题就是无焉足 无增见这个道理 如此大海不厌水百川牛肉必不振 佛皆趋弱恒不断不厌不增罪稀有 嗯 刚才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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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这个比喻讲到世间当中的大海 大海的话它不会满足或者不会水更多的而它是严烦的 嗯 大家都知道百川毒牛肉大海 就像我们世间当中的这个不管是太平洋也好 大西洋也好 印度洋也好 北平洋也好 所有的这些大洋都外面多少的大江大河 像长江黄河 恒河等等这些江河白天晚上不断地流淌到大海里面去 按理来讲应该这么多的水融入大海的话 大海的下面也不是落的按照地理学的角度来讲 那么多世间当中这么多的海这么多的水白天晚上不断地流的话 其实大海也是这么一块为什么不业出来 为什么海边的这些城市不淹下去啊 这也是个很稀有的一种常理吧也是这样的 那同样的道理就是佛陀的无露法界的话 实际上也有通过《转法论》讲经说法之后 获得菩提的 获得声闻缘觉的 这样无露法界 无露智慧的人也不可其数的 非常非常懂得 但是佛陀的这种佛界也不会一次而满 一次而延走也没有证的 也没有满足的 还可以不断地容纳 世间上都是有多少个比如说恒河沙数的佛陀 恒沙数的菩萨 恒沙数的阿罗汉 恒沙数的善知识 成就者 成名者 这些实际上在这个世间当中还是可以容纳的 这是非常稀有的一件事情 所以如果我们光讲一个佛法的道理 也许有些人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但是用大海的比喻 那么应该大家也是值得思考 世间的众生无边 如来也是无边的 但如来无边的原因 世间上我们凡夫人的分别念当中很难想象的一些道理 实际上也可以的 你没有见过大海的人可能是不相信的 不可能你看那个长江什么大的水 捋入大海的话 那颜边的城市一点都不会出现海啸等等 这是可能很难想象的 那么我们世间当中还有很多这样的稀有的知识 《华严经》有一个树草 这里面也讲过 应该是个汉地的吧 假设说世间当中所有的众生成佛的话 众生戒不会减少 佛戒不会增多 不增不见 这是也是不增不见的一个特别奇妙的一种规律 那么这样的奇妙的道理 为什么呢 我们也自己可以想一想 有时候有一些很稀奇的东西也是很好的 对吧 看到佛的不可思议真稀奇啊 为什么是这样啊 啊 这个大海无边无际的真稀有啊 这个虚空也是无边无际的真稀有啊 而世界上所有的草木这么多啊 这么多 连众生也这么多 一个蚂蚁窝里面都是有素不胜手的众生啊 所以我们世间当中凡夫人根本没办法想象很多稀有的东西 那只有稀有的东西我们也可以来思考 这是讲到第一 下面讲到佛的功德它用几个方面来阐述 首先应该是本体吧它的本体是真实和分别的分类 有两个方面首先第一个 下面我们讲真正的菩提实际上它通过归纳的方式 可以用五种法来归纳 一个是清净的正如法界 第二个是大愿精致第三个是平等行致 第四个是妙观察致和第五个是乘所作致 按照《经传论》的说法 那么所有的菩提可以包括在无法当中的 那无法的话一个清净正如法界还有四种智慧 所以我们其他的一些经典和论典当中 经常讲五种智慧有一个叫做法界心智 但在这里法界心智并没有直接称呼为智慧 它叫做正如法界 所以说实际上应该意义是一样的 以前有些大德在这方面也有一些 提出一些问题或者也有一些辩论这些的 但实际上每个论典的观点都不同的 所以我们要学习《大乘经传论》的时候 按照第十品当中的观点 整个菩提归纳为五个法里面 其中五个法当中第一个是讲正如 诸法之正如实际上就是菩提 他没有叫法界心智 实际上跟这个意思没有什么差别 那么一切诸法的正如 我们经常所谓的讲一切万法的发心 一切万法的身影底也可以叫做它是真实义 它实际上是自信空性的远离一切变的 就这么一个正如这种正如通过修行可以现前 当然修行的时候需要断除烦恼障和所知障 而障清净相 那么这种正如他因地的时候通过修行能现前 现前的话断除两种障碍 断除两种障碍以后愿心愿弼之 他实际上是愿他的本性 愿他的本性是如定于如所有之的这样的精进 然后愿弼之的话 那么如定于他厚德的这种智慧 也可以说是尽数有之的部分 当然佛陀下面也会讲了 说真正佛地的时候他的如定和出定是一为一体的 并没有分开这样讲 是一为一体的它并没有分开的 但实际上我们在这里讲到的是什么呢 无有分别的一切召见一切万法的智慧可以这么讲 最后获得无尽自在的相 具有无尽无边的功德 圆满 利他这样的自在相 所以他这里讲正如的时候 应该是断除二张现前智慧 利乐有情的 这么一个果位可以称之为佛陀 我们有时候人们经常讲的是所谓的佛 噢 释迦牟尼佛身上光芒灿燃的这样一个人 人也在我们面前化现现的时候可以这么说 可以这么说但实际上真正现前正如的这样一种法界 显现于我们众生面前的这就是在所有获得的果位当中 最深妙的果位应该《正法念处经》里面讲的吧 说是最上妙具位 二张喜结王 意思就是说烦恼障和所知障全部都已经没有了 诚然恨不动 利乐诸有情 这个我觉得教证很好的意思就是说 所谓的最上妙果位是什么样呢 二张 烦恼障和所知障全部都已经没有了 而且它的今所有之和如所有之的极其明了明显 诚然恨时具足的恨时不可动摇的 我们所讲到的这五种智慧佛陀来讲不可动摇的 这样的不可动摇最终要做什么呢 利乐诸有情成佛以后就要利乐诸有情 应该暂时利益众生 究竟也让众生安乐到三菩提果位上面 这就是佛陀最究竟的思想也好目标也好 所以这个教证也希望大家也经常记住 有些人觉得成佛是不是入于一种凄灭 入于一种快乐的状态当中 其实真正大乘佛教最究竟的目标 实际上不是自己获得快乐的 而让天下无边所有的众生 让他们获得暂时和究竟的利乐 所以我们佛教徒也应该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当然一下子我们会变成 一点都是不像自己的事情 每天都是做众生的事情这是做不到的 但是我们要知道这种精神的伟大之处和它的珍贵性 在我们世间当中是一个小小利益的行为 可能会在不同的讲台上 不同的台上会上一些讲词 会给他不同的讲庄 赞叹 赞扬等等 但是这是一个少部分暂时的利益 如果生生世世无私的风险 那这种精神会不会很可贵的 但这种精神是不是我们在佛教当中 我们所谓的佛完全是利益众生的 完全是通到一切万法的真相的 完全是自相续当中的所有的障碍 痛苦 烦恼都没有的这么一个境界称之为是佛 所谓的佛我们也可以把比如说像泰国佛一样的 今天这里从泰国勤迈拿来的这样的佛像 你们以后不要拿给我佛很多像 我在这里不是给大家搞广告 不是这样的 以后不要拿来 这是第二次了 像泰国的佛就这样的 然后我们南传佛教和汉传佛教 藏传佛教 很多佛像非常相同的 但是它是象征什么呢 它就是觉悟 断除障碍 利益众生的 这么一个很多特别无上的最高经济综合的一个象征 这叫做菩提 含义也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应该无尽的妙自在 无尽的获得 刚才也讲了最上妙觉悟 二掌细结王 这样的觉悟应该沾染恨不动 利乐诸有情 这个大家应该记住吧 一堂课当中重要的几个颂词要记住 可能这个还是比较重要的 当然这个颂词解释的时候 按照安徽论师跟威士众的阿赖耶士 相对照而解释的方法 但这个我们麦彭仁波切讲义里面有讲了 我在这里不多说 下面最后一个颂词 知证如一切 又修证试生 诸是宁有情 生而无尽过 获得菩提的主要因是什么呢 实际上按照大乘佛教最究竟的观点来讲 就是要证悟空性 证悟空性是什么样的方式来证悟呢 我们通过在圣洁道 资粮道和加行道的时候 通过以中相的方式来进行闻思修行 从一地到十地之间证悟 正式发心的方式来先证悟 进行不断地修行 积累二种资粮 这样才真正显量了 真正了知证如之后不断地修行 不断地修行以后 在修行当中可以产生佛的智慧 佛的智慧已经有了以后 你看这里也讲了 诸世宁有情生而无尽果这句话很重要的 成佛以后干什么呢成佛以后不是天天都是上网 不是天天都是在办公室里面睡懒觉 也不是天天都是在家里 现在有些富贵的人今天到迪拜去 明天到夏威夷去 后天到一些世界上所有的地方也经常去 有些老年人现在也是一群老年人一起到处都 稍微有一点钱到处去 这样去也可以人生当中的一种欢乐 但佛陀成佛之后也是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我们佛教徒也是越学越不要玩的太多了吧 我们老佛教徒好像原来很精进的 现在越来越学的话 每一年稍微有一些利益众生 超白一些圣地稍微去一下都可以的 但整个世界的所有国家要去的话 我觉得没啥意义 对我来讲我如果不去讲经所法 我去一个城市和一个国家都不想去 没有什么去的全是墙壁 全是那种有个别的地方有一些文化 但是为了这些文化 我也不愿意花那么多的机票 就不愿意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老的一些佛教徒 有时候可能稍微按刹车好一点 否则去得太多了也不一定是有利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讲什么呢 先了知 然后修行 修行以后最后的果位是什么呢 诸事宁有情 生二无尽 也就是恒事的 时时刻刻当中利益有情 利益有情有两种无尽的果位 让他们安置于两种无尽 一个是暂时的安乐 一个是究竟的安乐 那么这一点我们每个佛教徒也是应该要想的 佛陀在《宝玉经》当中也是这样了 就是说闻和思 修 这重要性 光是闻思没有修的话也是不行的 比如说东方来了一个人西方来了一个人 一个人特别口渴 然后另外一个人跟他说那边有水 那个人去光是看一下 听一下能不能解课呢 不行的 同样的道理我们光是知道佛法的意义 光是思维一下还是不行的 要继续不断地修行 就像一个人讲到天人的甘露 但是听起来很好的看起来也是很好的 但实际上你如果没有享用的话 没办法治你的苦热的病 同样《宝玉经》里面通过这两个比喻来讲 闻和思的重要性 也就是说现在很多人在文思方面还可以 但修行的话每一个词句还要去思维 思维以后一定要去闭目的修行 修行的时间长的话几个月 几年 不断地每年都是闭关一段时间 我们现在很多佛教徒经常去藏地 去印度 去尼泊尔 去这些 但去的话也是可以的 但更重要可能修很重要的 你得到的这些佛法 至少也是一年当中闭关一百天 闭关一个月如果有时间的话 现在到处都玩的话也没什么可玩的 应该是自己好好地修行 人生那么短暂啊 其实人死的时候一切的一切都全部放下来 如果我们没有修的话也许听得很多 在你的阿难耶上面种下一个善的种子 但你真正要下意识运用的话 可能修行很重要的 所以自己对自己应该创造修行的机会 否则别人给你强迫安利的话也有一定的困难 因此请各位这里也讲了 就是说我们了知真如的一切要修行以后才真实生起来了 才真实它的境界生起来了 那么生起来了以后就要利益众生 我尤其是出家人现在稍微在这方面 因为他可能没有生活压力没有家庭压力 有些稍微有一点能力的人想利益众生的心比较不错的 但是在家人有时候怎么讲怎么讲的话 就这边讲这边就出来了因为这个耳根是通的 所以这边讲利益众生利益众生好好好 这边就变成一股风下就没有了 出此之后讲了多少遍也没有用的了 有时候我们还是要利益众生也是现在开始一定要发愿 你看这里《大乘经》《庄亚论》的这些思想处处都有 表面上看来可能有些颂词没有讲的话 你们不一定看得懂 听得懂 但是讲了以后你再慢慢看一遍的时候 也许知道这里面的甚深意义 好 今天讲到这里 中文 Fantastic 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 顶礼文殊智慧 顶礼传承大恩上师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 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庄严论》当中现在正在讲菩提 所谓的菩提从因方面 从果方面都讲到了 也就是他的事业 作用等等在这方面讲的 也就是说 身与意幻化 加行方便是等持众持们 具足二二无量 佛陀其实他用不同的方式来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 主要的方法有几个方面 一个是身体 还有语言 还有他的智慧或者是行事 就是来利益众生 那么身体呢 他这里也讲到身体会变化成 像地势天 自在天等等 天龙 夜叉等不同的众生 或者是人 非人等 各种方式来 佛陀他自己化身为各种各样的形象来度化众生 还有佛陀他化身成其他众生 自化和他化身体也可以这样分的 自己显现这些众生来度众生 看到佛陀的身体 接触佛陀的身体 也种下善根等 有非常大的功德 然后同他的语言方面 直接转三种法轮这样讲的 还有佛陀幻化成世间当中的各种声音 比如说虚空传出来的声音 墙壁当中传出来的声音 或者树木 了架 包括一些地水火风的声音 甚至世间当中的一些乐器 音乐等等 有很多很多的声音 这些声音也有佛陀度化众生的一些方法 然后从心事方面也是让这些愚笨的众生一下子领悟智慧的 或者佛陀幻化成 比如说以前佛陀有时候幻化成 佛陀的心加持续菩提 佛陀的心加持舍利子尊者或者阿难尊者 或者魔王波行等等用心来加持 让他说法 他说法之后 因为他的加持已经融入他的心 就像心机依靠佛陀的加持 让观音菩萨说出来一样 有些是用语言说出来的 有些依靠他的心 用心信心相应 这样加加持也有这样的 顿悟甚深法门的 那么不管怎么样 这些都是他的事业和方便方法 加性是指的是 幻化的这些生口义的事业 都是幻化的事业 而且幻化的每一个事业都是利益众生的 还有佛陀以等持 中持 等持的话 我们世间当中有比如说 能言等持 虚空藏等持 还有十字分寻等持 有很多很多的禅定法门 那么这个方式来度众生 还有一些咒语 包括我们念的 欧玛尼巴美宏 欧巴兹萨萨托宏 欧玛宝巴兹萨格尔巴马斯特宏等等 这些咒语 陀罗尼咒 波王陀罗尼咒 中持陀罗尼咒 各种各样的陀罗尼咒 还有有不同的其他的法门 其他种种的法门 那么这些来利益众生 这些还有积累佛陀资粮和智慧资粮等等 全部都是具有殊胜的加持和威力 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知道 佛陀一切的行为 所作所为的话都是利益众生的 生于一意 因此我们有时候见到佛陀身体的代表佛像 非常有缘的 以后就像《亲友书》里面讲的一样的 智者甚至牧陀座的佛像也会合掌和顶礼的 我们什么样的佛像 泰国式的南传佛教也好 藏传的 汉传的 每个历史和一些国家传统不同的时候 佛陀以这种形式来度化他们的 所以说虽然有些形式上可能有些不同的 但是我们不能认为这个是对的那个是错的 不能这样的 然后佛陀的这种智慧禅定也有 南传佛教 南传有他的禅定方法 北传有北传的 藏传有藏传的 这种形式我们都要说这是佛陀的一加持也好 一种禅定的智慧 然后佛陀的这种与 包括佛塔 佛塔一般是佛意的所谓 所以说你看佛塔也是有南传 北传 藏传 汉传都不相同的 每个佛塔都不相同的 这也是我们要顶礼和恭敬的 然后我们与所谓的经文 咒语都不相同的 但实际上都是佛陀的所谓 这些都要去想到 我们这么多的这些佛语和佛经 在说话众生面前来讲非常重要 因为佛每时每刻都是 他除了利益众生以外 没有其他的事情 一切因缘都是利益众生的 就像《四百论》当中也是讲的 说是诸佛所动作都无非因缘 一切佛所有的这些动作都没有一个没有因缘的 都是具有因缘的 那这些因缘是什么样呢 乃至出戏如戏 也为利有轻 乃至出戏如戏 我们这个呼吸间全部都是 哪怕是呼吸的所有的声音也好 这些气息也是为利益众生的 我以前讲《四百论》的时候很羡慕 我们都会变成这样的 不管是什么样的因缘 不管自己的身体也好 语言也好 甚至在任何地方的所有的这些 哪怕是人死了以后的所有的 包括他的一塌也好 他什么样的暂时在世间当中能留下来 至少也是希望让他们种下一个善根 我原来是这么想过的 但不知道人不同的因缘也有不同的 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发愿 像佛陀一样的 乃至出戏如戏 也为利众生 乃至我们的呼吸也是 哪怕是我们在街上 细细扰扰的人群当中走的时候 我就默默地念一些主语 希望让身边的这些人 豁达战士和究竟的快乐 这样来修行很有意义的 这是因为我们是佛陀的自生者 佛陀的确也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完成事业 下面讲到前面的菩提也有个中介性的 下面 自行法所用 幻化相依如 如此即名为佛陀法界境 前面我们菩提的 这是从分类方面来讲 一个是从本体方面也可以分 本体方面叫自行生 也叫法生 从菩提的本体方面可以这么讲的 然后从菩提的显现方面分 这个可以叫做受用生 受用圆满生 这叫做受用 菩提从他利益的所化众生方面来讲 他可以叫做化化生 也叫做化生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前面讲到菩提的因 菩提的因是通过修行 菩提的本体现空无二 空性现空无二 然后菩提的果获得三生 那么这三生还有前面讲到 生与与综合的事业 菩提的事业 然后我们在这里讲到菩提的果 它分为从空性上 显现上还有离宗方面分三个吧 总共有六种趋入的方法 菩提的本体是什么 其实我们要知道所谓的布达 菩提 那菩提的话 它的本体 它的因 它的作用 它的果是怎么分的 这些方面作为佛教徒应该要明白 他这样的不同意向的趋入通过六种案例 当然印度讲以后我翻了一些 有些地方有一点点不同说法的 但是我的观点 一个是菩提的本体 菩提的因 菩提的作用 还有再加上菩提的果它分为法化化三生 这样的话 总共有六种案例 那么通过六种案例来讲到了菩提的道理 别人一说菩提的话 我们知道菩提有因菩提和果菩提 如果按果菩提而言的话 那么它的体 因 果 作用这三个方面来讲 一般来讲我们要认识一个事物或者认识一个知识 这四个方面来知道是很重要的 比如说我们知道任何一件事情 比如说一个药它的因是什么 它的果是什么 它的作用是什么 它的最后的因 果 本体 作用这四个是很重要的 在《据说论》当中讲到每一个有些新的名词 或者有些事物的时候都从这四个方面来分析 啊 菩提也是不例外的 那么下面讲到分别说三生和四智慧 上迭南迹各业瓦 让人龙舍作恶当 仙乐知语各因得当波尼勒等因诺 本来想一起给大家念 但是我这样念一下藏文的话 你们如果打瞌睡的话中间稍微缓解一下 所以我就念藏文一方面得传承 不然你们太专注了 到时候转转转转转一直转到梦想当中去的话又不太好 跟我讲到中间藏文的东西 在这些东西在东西西上 然后队伊尝尼之有五一样 不太专急俗路 如果能否决定 我们通常都会决定 去做適当中的房间 等于他出现了 如何解脱说音 三生还有四智慧 首先讲法宝法三生有略说和广说 略说佛陀生类别自行即宝生 别者即化生 处为二所以 他这里讲到佛陀的 也就是说 生分类有自行法生 还有宝生受用圆满生另外别者还有化生 那么这三种当中的出者为后面二者的所依 出者指的是法生 法生和二者 也就是说受用圆满生和化生的所依 依靠他而产生的 那么具体我们分析的话什么是法生呢 实际上法生就是断除了阿拉耶上面的能取所取 然后最后慢慢慢慢他就转移成大愿精致 当他的整个大愿精致都已经现前了 从空性的智慧已经成熟了 那么这个就叫做法生 我们知道佛教徒很多都不知道什么是法生 哦 法生是什么 以前包括比较出名的一些法师都是 对法生解释的不是很圆满的 所以按照经论当中的观点我们都要知道 什么是法生呢我们现在有阿拉耶 这个阿拉耶慢慢慢慢转移最后四种智慧当中的大愿精致 那么大愿精致的这个部分 其实法宝法生生是一个本体 不同的范体 然后它的侧面叫做法生 然后什么是宝生呢 实际上宝生应该说是燃无一世 燃无一世慢慢慢慢到最后十地末位的时候 有些起地的时候也有这种说法 然后它就转移成平等行者 然后还有我们的意识慢慢转移成妙观察者 那么从这个层面就可以怎么讲 或者自己也是受用大乘的法 让十地以上的这些菩萨依靠摄生来能享用圆满的大乘法 这个原因叫做受用圆满生 什么是受用圆满生 宝生的话呢 就是燃无一世和一世已经转移成这两种智慧 就是平等行者和妙观察者 然后什么是化生的话呢 化生就是我们现在的五根石慢慢转移成成所作者 讲义里面没有说但是应该是这样讲的 成所作者 然后它就转移成所作者 那么它利益众生能实现种种种的化生 比如说像释迦牟尼佛的话 从毒水天讲到人间 人间显示十二种相 幻化 然后转三种法轮这样的化生 那么这个叫做化生 所以后两者的话实际上是摄生 这两个摄生是依靠化生而来的 这个化生从空性方面讲的 当然这个并不是一个单空 我们不能认为所谓的空性什么都没有了 这个单空这是肯定不合理的 麦麦伦伯切在很多论典当中都有播持的 我们这里就不用说了 不管怎么样在诸佛菩萨所有的 尤其是佛陀在三生方面都无二无别的 生意当中也是无二无别的 但是在我们显现当中为了利益不同的众生 佛陀会显现这样的 佛陀在《六波罗弥多经》当中也讲过 说是佛具三种相 提相 用平等 这三个都是平等的 深深广大 深深广大心 因为它深深和广大的原因 深意无差别 有这么一个教证 意思就是说佛具有三种相 佛具三种相 法相 宝山 化相 三种相 那么这三种分别是什么呢 一个是体 一个是相 一个是作用 就是这三个 这三个实际上是平等的 它的本体上是平等的 那么它既是甚深 又是广大 我们一般凡夫人都是很难以测度的 佛陀有些在佛经里面讲 真正如来藏的本体和真正佛陀的本性 实际菩萨也就像盲人魔相一样 不一定能衡量他的真实的本体 当然这个一切在生意当中都是一位一体的 没有差别的 因此在世俗当中我们有分别的佛 不同的阿弥陀佛 钥匙佛有很多不同的佛 而这些不同的佛在他的法宝法三生上面是一位一体的 我们就不用担心啊 我这次学《药丝经》 我学《药丝经》的话 是不是净土宗的阿弥陀佛有点不高兴 他就觉得 这个《药丝经》 《药丝佛和阿弥陀佛之间的个人关系好不好啊 如果个人关系不好的话 要不要我堕着阿弥陀佛 不然阿弥陀佛万一发现会不会对我有点惩罚 惩罚的话我本身身体比较弱 然后再受到别的佛 别的一些惩罚 我都受不了了 所以我很担心 有些人可能经常有这样那样的 其实真正的诸佛菩萨法界当中一位一体 是在法界当中没有香味的 所有真正的大成就者和传承上师也是在法界当中 密意识一致的 我们在不同的佛在他真正的本体上可以说是一位一体的 因为诸佛的法身完全是一种空性 就这样的一个智慧但这个智慧在不同的众生面前 和不同的菩萨面前显现的设想不同的 设想不同的话 那这个我们可能有时候讲的话很难撤斗 有些是我们讲三传法论的一些教义 应该会明白的 但有些人觉得这里也怀疑那里也怀疑 如果有怀疑的话 我希望还是直接跟佛教徒这边会辩论 那么最好不要把佛经融入 我们应该融入佛经的教义 可能这是最理想的了 我们的智慧是融入佛经的 有些是自己根本不知道佛经里面讲的什么 佛教里面讲的什么 然后在旁边就开始莫名其妙地诽谤 或者说很蔑视的眼光来对待 这是很愚痴的一种作为 如果你真的对佛教的有些观点不认可 或者说甚至有一些怀疑的话 那你去学习 你去学习的话看他的智慧能不能立心地说服你 并不是我们依靠光有一个信仰来 光有一个信仰的话 恐怕你不信的话他就不一定说服你吧 但是立心地他说的道理合不合理 从这个方面我们去观察的时候 慢慢慢慢我们会自己的智慧会提升的 所以为什么经常讲大家闻思很重要呢 因为我们的智慧是非常有限的 我们的智慧在浩瀚的大经大论的海洋当中 可能一滴水都不一定有的 如果我们短暂的人生不断地去进入的话 最后真的你自己也是非常感慨 我自己的确实我其他都没有什么跟大家分享的 但是在看一些经典论典佛教的这些书上面 应该时间是比较长的了 比较而言的话 我虽然比不上前辈的这些大德和这些人 但是比较而言的话 这么多年以来一直翻阅各种不同的大藏经也好 论典也好 但越越翻阅的过程当中 越觉得这种佛的智慧非常非常地了不起 并不是像其他的一些宗教 只有一部论典 两部论典 然后这两部论典的一些道理 就是可能涵盖我们这么多的众生的分别念 就是不同的这些道理很难说服的 我自己是有这种感觉 所以我跟其他一些宗教的认识 我们从魔作意义上面说我们都是蓝天下的众生 我们都是在另一个世界的角落看 我们这个地球没有什么分开的 就是我们这个上面的一个群体 不管是非洲也好 北美洲也好 还有亚洲也好 所有都是在一个球上面 没有什么的 如果我们再分析的话 可能国家与国家之间分 然后民族与民族之间 家庭与家庭之间 家庭当中你是个个的财产 妹妹的财产 然后到了一家人的话 哦 丈夫和妻子也是有不同的银行卡 互相都是满着的 我们都有很多很多的分歧 很多很多都不同的 但是从大的方面来讲 我想我们都没有什么分歧的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有些的智慧和有些传下来的遗产方面 也许可能有一些差别 在世俗当中有些是不得不承认的 所以在这方面我们还是有必要 佛教徒不是因为别人说佛教很好 你去佛教很好 你这样去 这样不是很好的 一旦有人说佛教不好啊 对对对 不好不好 啊 佛教不好啊 然后别人说佛教好啊 对对对 佛教好啊 我要参加 我要好好地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那这样可能我们就没有什么自己的助长了 应该自己感受到他的好或者不好 或者他对我的人生 今生当中有什么改变 来世是什么样的 人到底存不存在来世 你相信还是不相信 你相信有什么理由 不相信还是有什么理由 在这个时候你就会很明白很多道理 所以我觉得人生当中有时候需要思考很多道理 我不说多的了 仅仅是佛教里面讲的是无常观的话 我们现在生活当中真的很需要 无论是个人也好 还是在其他国家当中发生的也好 在我们小的范围家庭和群体当中发生的无常观 如果无常观提前都是有所学习的这些人的话 一旦无常来到自己的头上 在身边的时候你完全有明白已经有准备的 有准备的而根本没有任何准备的 每个人都讲的是一旦可能会到无常的 但是你真的来到你的身上的时候你就受不了了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佛教里面的有些道理 为什么我们让大家学呢 并不是想驾驭别人也并不是想通知别人 佛教徒人越来越多好啊 最后地球上所有的七十个亿全部都是加入佛教 从来没有想过佛教徒多也可以 不多也可以 但是我们最需要的众生需要离苦得乐 这个是佛教有一些办法 有缘的众生希望你去深深地思考 我的想法和意思也是这样的做梦也是这样的 下面是讲的分别广说分别广说先说善生 先说善生的话 宝生欲诸杰 舍卷禅施 受用圆满法 事业细解义 自信圣品等 细微欲比习 随意识受用 虚实宝生因 佛无量谎化成虚为化身 这个是下面讲的 因为下面分别什么是法身 什么是报身 什么是化身 就这个佛教里面很重要的 很多人都现在分不来 这个在这里讲得很好 我觉得很多人应该比较明白了这次 那么这里讲的是一样的吧 颂词 我看你那个颂词 这里应的是什么样的 对 是这样 那么首先讲的是 再详细讲的话 首先是报身 在报身不同的界当中 它有不同的一些 跟法身和其他地方不同的 它是怎么不同呢 它摄受的眷属也是不同的 比如说有些佛所摄受的眷属是观音菩萨 大食指菩萨 有些是月光菩萨 日光菩萨等等 他所摄受的眷属不同的 然后刹土 刹土也是不同的 有些在东方 有些在西方 每个刹土 有些刹土的话 水晶 琉璃 有些是黄金等等 不同的颜色 不同的形状 佛的名号也不同的 毗鲁折拉夫 阿弥陀佛 不动佛等等 宝胜佛 不同的佛陀的名称也是不同的 他们的身相 佛的身相 比如说南方宝胜佛是黄色的 西方阿弥陀佛是红色的 阿厨佛是白色的 或者有些佛是琉璃色的 还有他的受用圆满的法 有些受用圆满的法有般若法门的 有些受用圆满的法像《十地法门》 还有不同大乘的《十地经》等等 不同的法门 还有他这里讲到自信 然后事业 他说法众生的事业 形象也不同的 有些刹土当中佛陀的身体非常大 有些身体非常小的 还有不同的法门有很多很多 什么 没有忘了不是吧 怎么了 有 那怎么看不到呢 他那边断了实际上是有是吧 断了怎么还有呢 两条线断掉 两条线断掉 还有第三条线是吧 是不是 听客背一下 听客背一下 那只有音频没有视频是不是 有 没有视频 那我看不到 他们看得到我是不是 为什么 没事 看不到就酸了吧 不看了吧 对吧 没事 没事看了 他们能看到就可以 他们看到我 他们说我现在是念心就追之念心了 就可以了 好不好 下面讲到刚才受用圆满神 还有随意的 这个是怎么讲的 还有呢 这是讲的是受用圆满神 那么受用圆满神的因就是发神 什么发神呢 细微与必须随 随意实受用 须是宝生因 这段话讲的发神 发神是非常的细微 一般声闻缘觉我们凡夫人是根本没办法知道 非常的细细 而且他跟宝生非常有练习的 什么样的练习呢 他是作为因 有通行的 这样的果显现为宝生 就显现为宝生 而且他这样的发神圆满 我们十地菩萨以上直接可以受用 随意地可以享用 所以叫做是宝生的因 也叫做是发神 发神的意思是这样的 然后佛无量化神 这叫做是化神 在说话众生面前 他有无量无边的可以利益众生的 这叫做是幻化的无量化神 所以我从本体上面应该说是没有差别的 法宝 法三生是一样的 但是说话众生的根机不同 显现不同的话 他们都显现有不同的佛的化神 汉地的宗经录当中也是讲了 诸佛如来 功德平等 以诸众生故实现佛刹不同 这个宗经录当中也是这样讲的 诸佛的本体实际上是平等的 功德都是平等的 诸佛的功德是平等的 但是因为众生的不同他所示现的刹土也是不同的 阿弥陀佛的刹土是清净的 而释迦牟尼佛所摄持的刹土在很多众生面前是不清净的 但是有些众生面前按照《戒神秘义经》 好像是《戒神秘义经》吧 《戒神秘义经》里面也说是我们这个刹土也是完全清净的 所以每个众生的情况不同的话 其实所示现的刹土也是不同的 比如说有一个佛陀他的一些眷属到其他佛刹土的时候 他们所见到的都是不相同的 同样的我们现在有些佛教徒去一个佛教的道场 他们的所见所为也是不相同的 比如说两个佛教徒去什么佛学院 去某个寺院去 一个人觉得 啊 这里好清净啊 到那里以后对我受益匪浅啊 这里的人全部都是像诸佛菩萨一样的 有慈悲啊 很好 他们能苦行啊 这里的空气那么细薄的 但还有那么的苦行就是很好啊 但一个人的话可能说 哇 在这里好痛苦啊 那些人也是很坏啊 很乱啊 哎哟 以后再也不会来的 所以每个人都 因为每个人有一个人他觉得确实这个环境很好 有一个人因为他自己的想法 觉得这里是特别不好就一样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众生 诸佛菩萨在平等性和功德当中完全是一样的 但是你说众生自己的根机也是完全不同的 比如说同样的一个上师 同样的一个上师 有同样的两个弟子去医治 医治的过程当中也许有一个弟子决定说 哇 这个上师是真的佛菩萨的化身 他对我们有这么大的恩德 应该如何如何都很好的 有一个弟子 哇 这个人是很坏的 好像这个人特别假 他说话我最看不惯他笑 我最看不惯他什么什么的行为 动作等等 所以每个人有时候是 可能一个人很猛烈地去祈祷 一个人不但不愿意 甚至他有各种语言来进行诽谤 有可能的 所以每个众生的根机不同 他所得到的果也是不同的 以前我记得华智仁波切的传记 华智仁波切的传记有一个耕上求证 他是七十九岁的时候写的 他说他已经七十九岁了 有点糊涂了 但是他还是写成他上师的传记 他这个传记当中有一段 华智仁波切和牛西隆藤之间的对话 有一天华智仁波切 因为牛西隆藤在华智仁波切的弟子当中 是最出名的 最有开悟的一个最大的高主 有一次华智仁波切问牛西隆藤 他说你平时修什么 牛西隆藤很谦虚地说上师啊我 平时也修不了什么还是经常比较惭愧 一直待着 华智仁波切问你祈祷有没有祈祷 他说我再祈祷你祈祷谁啊 我就祈祷上师是哪个上师就是你啊 就是牛西隆藤说那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诸佛菩萨你还祈祷我 然后牛西隆藤说因为其他的上师也非常的了不起 但是因为我相续当中一点一滴的功德全部是你这里带来的 所以我经常祈祷你 华智仁波切 从这个层面来说也可以这么说吧 后来他好像说有一点默许 本来华智仁波切在怎么讲啊 他有时候让弟子对他的祈祷啊 这些都是很不让做的 他很排斥 但有时候他也是要求祈祷的话也有默许的时候 所以我们有时候对上师的祈祷 对传承上师的祈祷 对佛菩萨的祈祷很重要的 你非常经常喜欢祈祷 喜欢观清净心的话 自然而然从他的加持自己也是能获得的 如果你不但是不愿意祈祷 连把这个人看着一个特别化的话 也许他得不到加持 反而可能对你来讲 解脱当中不一定有一些顺缘 所以我们在这里讲到 诸佛菩萨本体上面没有什么差别 法身是宝身的因而宝身有不同的 你看世界当中有这么多不同的佛 为什么有这么多佛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颜色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刹土呢 主要的原因就是众生不同 为什么西方有极乐世界 然后东方有不动魄的世界 为什么这么有些根本不了解 但是我们众生不同啊 有些确实是愿意祈祷阿弥陀佛 不愿意祈祷东方如来有些特别愿意 可能东方如来不愿意 所以很多上师们也是讲不同的法门 有些可能愿意听这个有些愿意听那个 不同的人应该是可以有的 而不同的这种弘法的方式 我们也应该可以接纳的 我们不能以为只有唯一的 某个上师和某个道场某个地方的方法是对的 除此之外都不一定 也许可能他们在显现当中 有些并不是那么高僧 但对接应众生有很多方便方法 所以我们后学者也尽量不要很多的去诽谤 每个人 每个上师 每个说话众生的菩萨 都有不同的因缘等等 我们可以这么说 下面 这是今天的最后一个颂词啊 这个讲到前面讲的华生还有宝生 这两个生实际上也是在我们众生面前讲圆满耳力的 圆满耳力的话 宝生相对而言来讲它是圆满自利 为什么叫圆满自利呢 因为你获得宝生果位的时候 所有这些大乘法的圆满的受用 你自然而然可以享用 所以自利圆满自自己的一切地道的功德都圆满 同时十地以上的这些菩萨依靠它来可以满足这是一个 所谓的化身叫他力圆满 为什么叫他力圆满呢 因为依靠它可以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 而且它不仅仅是一个所谓的一个化身 它依靠种种行事来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 所以我们可以叫做二利圆满实际上是一切相 可以住于化身和宝生这两种相当中 这两种相尤其是化身的现象 在我们世间当中众生也是永远可以接受的 它很是以四种化身来利益众生的 那四种化身一个是宫桥化身 第二个是土生化身第三个叫菩提化身 第四个叫做涅槃化身 佛陀依靠这四种化身来让无量无边的众生解脱 也是它的最大的一种方便方法 你看我们没有很多方便方法 我想身边的人让他皈依的话有时候也没办法 但佛陀有不同的这些方式来利益这些众生 那这些化身分别是什么样呢 我们所谓的公桥化身 公桥化身它可以实现成种种的 比如说木匠 铁匠 陶石 还有粤石 画家 我们现实当中的很多很多表面上看来 这是做一个非常普通的平凡的这些人 但是也是佛的化身 表面上看来他根本看不出来 有时候观清净性很重要 不然我们街上可能有时候看到 穿得特别破破烂烂的或者说是乞丐 或者说是一些流浪者或者说是一些盲人这些 这些也许是真的佛菩萨的化身 前一段时间他们医生说 让我有时候要按摩一下我去一个盲人按摩店 不过我很羡慕他们的生活 一家人好像有三四个人全是丈夫妻子 有一个人稍微能看见一点点其他都是全盲 不过他们心情很开朗的说啊 笑啊 好像现在有眼睛的人都没有什么笑的 没有什么开心的我没有看到过 我去过很多人的这种不同的环境 但是我没有看到过他们那么开心的环境 而且他们的做事情特别地熟练 一看到他们没有一双眼睛的人都是这么能干 不管是双手拿个什么东西上楼梯也好 做什么事情这么开心 这么有能力 有眼睛的人为什么这么苦恋呢 为什么他们还要为了生存而痛苦呢 他们都好像不会痛苦的 所有一遍想可能是佛的化身 那么他们给我任何的治疗给我加持给我加持 哦 好痛啊 加持加持 他们也不知道什么叫加持 所以有时候我们可能看到盲人也好 乞丐也好 这些也是一种化身佛陀的化身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我们讲的土生化身就比较明确的 一般来讲实现像释迦牟尼佛当时的习大多太子一样 降生以后来到这个世界十二相的整个过程 这叫做土生化身这个是比较公认的 还有一个就是菩提化身 菩提化身最后在金刚座 菩提加业那里实现大菩提 开悟 降伏魔众 显现器皿性的时候大车大悟 这个叫做菩提化身 涅槃化身到后来为了众生实现无常 实现涅槃 这也是化身你看现在有些上师缘起了以后 很多人真的 哦 原来所谓的上师是不会离开的 但是他突然就这样走了 真的一切万法是无常的 有时候身边的人我们这里很多佛教徒 因为身边的人走了从此之后觉得是人生无常 原来根本不知道 虽然有一天有这么一个无常的 但是后来他真的死了 真的死了 真的断气了 医生你救救他 他不能死啊 医生也没办法 尤其是现在的医生根本不理你 他听得多了 所以我们现在很多包括身边的人死 他对你实现一个无常的 我都经常想我以前很多的上师缘起了 圆起了以后原来没有想到在他那里听课正常的 总有一天肯定会死的 但现在不会的 一天突然他真的永远都已经离开了 这个之后原来上师们也是实现无常的 我也是会实现无常的 修行更加精进 修行更加有一种无常感 所以为什么叫做涅槃化身呢 佛陀也是在整个世间当中实现一个涅槃 其实他的实现涅槃 依靠实现涅槃的这种方式来 能度化无量无边的众生 他最后真的已经实现涅槃的话 我们知道每一个人最后一定要入这一条路 这是没办法的 你富贵的人也好 贫穷的人也好 有权利的人 没有权利的人 有时候我看到世界上的各个国家的元首 总统 他们在世界性这些开会今天都是很光彩的 但是死的那一天不知道怎么样 有时候我们自己也是参加一些比较大的会议 这个时候今天很多人都是开始掌声喧话 就比较不错的 但是死的那一天也许很孤单的 很凄惨的 其实每个人死的时候还是比较残忍的 不管是以前是什么身份的人 最后就永远离开这个世界 这就是真实的化身 所以这样的化身 佛陀是利益众生在众生面前可以实现的 而我们众生当中有一部分众生比较聪明的 他知道是佛陀涅槃的像 有一天我也会这样死的 最后会拿到比喻馆里面去的 会这样死的看到佛像的涅槃的像也知道的 有时候看到我们身边的人的一些死亡 看到我们身边的人的死亡 哇 我们的家里什么人都已经死了 像他那样的我也一定会死的 人死的时候最后就变成什么样 我们都应该作为佛教徒应该清楚的 所以无论是出家人在家人 大家尽量地修无常 大家要知道我们人生最后一刻 是什么时候是最后一刻非常的难说 很多人都是根本没有想到的时候就会出现的 所以在这个之前就尽量地去修行 去闻思 去发心 开心 活着的时候也是开心的 最后死的时候你开心也可能开不起来 没办法 不可能开心的 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是佛陀的话 实际上是现实种种的身相 全部是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 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因此我们自己也应该发愿 将来我们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利益众生而实现 应该特别希望能得到这样的 佛陀在《华元经》里面也是讲到了 说是 利益众生如如来出世间 具足大悲心 为师转法论 《华元经》里面讲的 利益众生的缘故如来是处于世间的 他具有大悲心的缘故 为了世间的这些人们转法论 所以佛陀大悲心在实际当中运用的时候 他是什么样的大悲心运用呢 比如说一个国家可能 他就依靠他的军队来开始支付国家 或者维护他的国家 但是他并没有利用这样的 他是为了利益众生的缘故 他事先如来出世间 来到这个世间 他是为了众生而出现于世间的 然后来到这个世间以后他是怎么做的呢 因为他有大悲心的原因 大悲心的工具的缘故为世间而转法论 所以我们很多人也是很想利益众生 最好的方法是让众生心里的无明黑暗的根本 就遣除 这是最重要的 最好的方法就是断除众生的黑暗的根本 遣除黑暗 遣除黑暗 这是很重要的 如果这个不能做到 或者说间接能遣除他们黑暗的一些方法 我们也要去做 这是我们闻思多年以来的真正的大经大论 究竟的密意结合起来的话 就是具足大悲心为世转法论 这句话大家应该记住 具足大悲心 佛陀是具足大悲心为世转法论 然后我们很多人 包括有些法师的话 也是具足大悲心的缘故为世转法论 如果大悲心不具足的话 肯定不想转法论 大悲心不具足的话 转法论也是很累的 这不是 如果是其他像一些老师 他为了一些工资 为了一些名声 现在所谓的一些支撑等等 有各种目的 而佛教的传授 如果他贪执这些 他不是一个很好的 资格的上师 在这种情况下 唯一的前提是大悲心 如果大悲心很强烈的话 无论是在任何时候 在什么地方 哪怕是他已经到一个特别偏僻的地方 这样也许以前我们文革期间的时候 藏传佛教的很多上师那个时候根本不敢传法论 但是他们到一些山洞里面 他们到一些个人的群体当中就传授佛法 传授佛法 大家以后时间不管变成什么样的 环境不管变成什么样的 你个人的身边和身体变成什么样的 我们每个人都处于一个非常不稳定的状态当中 工作也不会稳定的家庭也不会稳定的 出所也不会稳定的整个社会状况也不稳定 全世界都是这样的每个众生都是这样的 在不稳定的状态当中 我很希望我们的心态要稳定的 要尽量的利益重视要祈祷诸佛菩萨 那这样的见解也许对你来讲不仅仅是利益这一世 还要来自生生世世永远的永远对你是最有利的 好 今天讲到这里 粘独播剧场——栋梅 樊羊参观视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 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上师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 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下面我们讲大乘经庄严论 我那天说是前一天要念一遍 在那里找也找不到 没事吧 忘了我没事啊 昨天还可以吧 最后一个颂词他们好多都没有听到 最后一个颂词 最后一个颂词呢 当你开始骗不要 我们骗到你 本来就是 从于几乎全家的罪员 理想之所以 就是 在这些罪员上 是 所以 你得让人到那里面的因一得到得巴尼 下面讲佛陀的功德前面讲三生四智慧 《经传论》里面主要没有讲五智慧三生四智 三生四智归了尤其是我们今天讲的三生 三生分两个方面前面讲的不同的分类 今天在这里讲了贵色 平等和恒常 这里应该平等也有三者恒常也有三个功德 下面分别讲三生跟其他不同的地方 当知一三生 舍及佛陀身 是所三生者自他理所矣 所以即密意 事业平等行 自行不间断 相续恒常行 那么我们知道佛陀的佛陀实际上就是具有三生的 法身 宝身 化身这三生 那么这三生实际上主要是行持自利和利他 我们昨天前面也讲了宝身主要从自利的角度来 因为享受法乐还有在自信当中能饶益无量无边的菩萨 然后化身在其他众生面前能显现成熟有情 所以主要是他理方面讲的 然后这个法身是自利和他理的根本 也有自利的部分 也有他理的部分 这样一来所谓的法身是自利和他理的所矣 归纳出来所有的法身可以说是自利和他理的所矣 下面进一步的宣说从平等方面和恒常方面 两个方面来讲三生的差别 那么三生的差别是什么样呢 所依寄密 也事业平等行 佛陀的法身 实际上他是一切诸佛的所依 就像我们怎么讲 因为佛陀实际上主要是法身 而法身它是无漏的劫 就是远离一切细论的法劫 这种法劫应该说是一切佛的所业 所以有些续部当中也是讲到 就是说一切诸佛法身劫中一平等 就是一切的佛陀在法身劫当中一位一体 就是在法身劫当中都是一位一体 这样以后这是一切的所依 这方面是平等的 所有的这些佛在他的法身劫当中完全是平等的 所有的佛 然后第二个 报身 报身的话他的密意是平等的 这个讲义里面应该是法身 不是法身密意 就是报身密意 那么一切诸佛的报身的密意 是没有显烈和大小的 密意的话实际上就是他的意趣 他的智慧 但他的智慧我们现在人的一些意趣和密意有大小的 有些人可能智慧比较开阔 心底比较善良 这样的有些人可能心很狭窄 智慧很低劣 很愚钝 也有这样的 我们人的话每个人都是可能有不同的性格 不同的一些他的好坏从心态上面也好 生态上面也好 都有不同的 但是作为报身的话在他的密意当中所有的 比如说无量光佛也好 报身如来也好 不动如来也好 都是在报身的密意当中 一个是没有显烈大小 没有的 第二个 利益众生的意趣是相同的 所有的佛是利益众生的意趣 目标 他的意趣除了利益众生以外 没有什么其他的 我们世间当中可能有时候是想利益众生 但大多数想自利或者甚至我们经常产生一些害众生的心 凡夫人有这样的但佛陀报身的密意全是利益众生方面平等的 然后第三个 化身实际上他的事业 调化众生方面是平等的 所有世间当中这些佛的化身全是调化众生 除了这个以外 没有自己的事 这叫做化身 他的事业平等的 所以我们很多的善知识真的也是需要利益众生的心 利益众生的心和行为如果没有的话 所谓的善知识恐怕是没办法成得上 现在末法时代的时候华智仁波切也说过 所有的法相圆满的善知识非常难得 无国王尊者在《如意宝藏论》讲 《一支善知识》品当中也是讲过 末法时代所有功德齐全的人很难以找到的 但是至少也是要有像利益众生的这么一个法相 这个没有的话那可能大乘善事的法相都没有的 甚至有些现在可能不要说利益众生 利益众生的心一点都没有的 以佛法来开始欺骗众生这种现象也是非常多的 现在我们藏传佛教在汉地一方面可以说是遍地开花 还是让人很欢喜的 这个同时也是有很多所谓的 这种活佛 坎波还有包括一些伏藏寺 现在我们原来其实藏传佛教当中确实有个很好的法门 叫伏藏寺我也有一段时间讲了很多伏藏大师的故事 也在一些学校里面讲过一些伏藏寺的故事 但有一段时间在现在汉地出现了很多所谓的伏藏寺 后来我了解了一下说实在有些地方不注意的话 恐怕不一定是真正的伏藏寺 有没有真正的伏藏寺应该会有的 但是这个不一定是以这种行为来出现的 前一段时间我看到网上一个视频 也许可能不知道在藏地现在穿得沸沸扬扬扬的 汉地的话不知道看到没有 所以说有一个人拿着其他的一些东西 然后旁边有一个人整个过程全部都拍下来了 但这个放到网上的话这个可能没办法澄清了 其实这样也是很好的 有时候有一些比较假的真相复大睡眠 睡落实处 这样也是恐怕也许很多人来讲值得凡事的 也有很多人从中能看到自己的影子 这样以后也并不是不好的 但是有时候佛教都自己没有真正的智慧 只有一颗信心但这种信心带有迷信的成分 这样一来那就遇到谁或者听到谁 我只听到一个佛藏寺 这个听说是佛藏寺很容易受骗的 听到一个上师 所有的上师 只要上师这是一个名词 但是到底是不是上师呢 我们需要观察 你看现在网上买东西的话也是有各种各样的东西 有时候拿到树里的时候并不是在照片上的东西 照片上是另外一个东西给你拍得好好的 然后放在网上 结果你去钱已经付完了 拿到你树里的时候 哦 原来不是网上当时的东西 有时候看到广告上的某个法 某个上师的话 也许真正是拿到树里最后也不一定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知道真正的佛菩萨化生 我们活佛实际上也有化生的意思 但是按照现在藏传佛教很多的活佛 很多人的行为的话 恐怕将来所谓的活佛制度应该会没有了 因为很多地方真正弘扬佛法方面不但起不到好的作用 在藏地也是现在影响不太好 很多都到汉地去买一些豪车 就各种各样的行为在藏地也是互相叛逼 这样以后这并不是佛教所需要的 并不是佛教是真正的内涵 这样一来恐怕我们不管是藏地 汉地 在其他地方观察善知识 依止善知识 同时自己也应该 我们哪怕是在网上买一个一百块钱的东西 也需要善思 也需要观察 同样的更何况 我们乃至生生世世的一些解脱的大事 依赖于别人的时候也用智慧 也用一些时间来开始观察和了解 这也是很需要的 所以我们这里讲真正佛的报生 化生 发生 实际上是利益众生的 利益众生应该说是佛陀 我们前面也是讲过 我们很多人认为佛陀可能是很快乐的 阿弥陀佛天天都是住在那里 没有什么事情 但实际上不是的 佛陀的智慧也好 善生也好 自然而然利益众生的一种特殊的元气 这个叫做菩提 所以菩提的含义恐怕并不是 其他人所想象的那么简单 不是那么简单 这是我们这里讲的所义和秘义 事也是平等的 还有自信不间断 相续恒常心 这里也有三个功德 意思就是说我们发生 其实如来它有三种恒常 三种什么恒常呢 第一个 发生是自信恒常的 为什么自信恒常呢 因为发生是不生不灭的 它是恒常心的 第二个 报生不间断地恒常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报生实际上是享用大乘佛法 在任何一个报生刹土当中 它的整个大乘妙法是不间断的 我们经常讲报生的五种不定法 五种确定那个时候 经常讲的大乘佛法是不间断的 然后发生在众生面前 它的相续 发生是不间断的 那发生为什么不间断呢 有时候是发生会间断的 你看释迦牟尼佛来到南战部主 然后他转了法轮以后实现涅槃 那涅槃以后已经灭多罗马 灭多以后怎么会是还要相续恒常呢 怎么会恒常 实际上在我们某个众生面前 他已经实现无常了 但是不一定一次而所有他的事业和化身都没有了 他在另一个世界当中在其他的说法众生面前也会实现转法轮等 所以真正的化身他的事业无有间断的相续恒常 这一点我们《妙华莲花经》当中也有说是 如来不涅槃正法不明末也有这样的 然后还有一个叫贪污成他所翻译的《无相经》 《大乘如来无相经》里面也是说了 如来不涅槃正法无有灭 正法没有灭的 为主众生过现实有灭度 为了实现众生面前 是佛陀在实现有灭度的 所以真正大乘佛法的观点来讲 其实佛的比如说佛法 诸世期间最后灭法 魔法这些在真正的本意上没有的 比如说这个世界的佛法已经隐没的话 在另一个世界也不断地在弘扬 在兴盛 所以佛法并不是他一次而永远地灭于这个世界 没有这样的 化身的如来不涅槃 包括我们诸佛菩萨化身的一些上师 可能在所化众生的个别的众生面前他就实现涅槃 但是一次而是不是这个上师永远死了 他就再也活不下来不是这样的 他在另一个所化世界当中也会显现的 我经常也是用过原来无足菩萨接近涅槃的时候 他的好多弟子都是哭着说 哎 上师啊你不要死啊你死了怎么办呢 那你不应该舍弃我们我们这些众生很可怜啊 你的事业也是没有了吗 然后无足菩萨说是也不一定的 就是我在这里已经离开了 但是我在这里死了就不一定我的事业也没有了 意思就是说是我在这里没有的话 到另外地方去也可以的 我们有些人说是你不要的去了 我们这里都很可怜的啊 其实所谓的有些善知识他在活着的时候也是 在这里的说话众生的事业暂时已经圆满的时候 他可以跑到另一个地方 以前佛陀也是释迦牟尼佛也是有些佛经里面这样讲的 当时印度有六个大的城市 六个大的城市的时候 一个城市里面如果离开的时候很多弟子都哭着 佛陀已经走了 但实际上有信心的人他觉得没有走 在依止佛陀的这种教法在我们的心里不断地修行 然后佛陀今天在六页园 明天到其他的威舍城 饮酒山 还有其他的一些包括其他的城市 这些里面去教化不同的众生 所以说我们在佛陀没有实现缘起的时候 有些分辨量比较重的 这样的弟子他觉得佛陀已经不在了很伤心的 那么佛陀已经缘起的话更何况说这样的 但实际上有信心的人来讲 实际上佛陀也不会离开的 正法也是不会隐没的 所以很多上师虽然在我们的世界当中 显现上师已经离开了 但是他的秘义 他的智慧 他的悲心 他的所有的这些事业 实际上我们融入于每一个弟子的相续当中 没有离开 所以我们也可以用不离两个字来代替 这样的 又不行了是吧 稍等一下他等还是他等 稍等 我等吗 还是他等 哪讲呢 我讲是吧 点了四集 为什么天天四集呢 好嘛 死就死吧 就如来不涅槃 正法不有灭 是吧 点了不会死 好 哈哈 好 没能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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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行四集的 得到念 两百年当所说到 到达之外之百苦难过 没能忍行 一行 一行四集 等得到 释夫辞根 一行四集 德拉姆文雄门西斜根基因此虚日 一心连勤勒勤勃勒 弄虚作弊上见尼一心自禁连勤勒 下面讲现在开始讲佛陀的智慧 《大乘经》《庄安论》 如果不想了解佛教的一些生世道理 那就宁当别论 如果是佛教里面比较重要的 包括佛的功德 菩提心的功德 这些完全是用一种理论来说明的 就像我们以前按照《圣文称》的有些道理 听了《俱舍论》之后大家都会明白 原来佛教上的很多名词这样的 我想大乘相关的一些地道国的 所有的这些功德和法相名词 你听了《大乘经》《庄安论》以后应该会明白的 所以你们有些年轻人一定要把它能背得背 能记得记 最好这样的 像我这样可能已经有时候是刚好记得清清楚楚 明天就忘了有些有些还可以的 以前上师如意宝讲的时候当时是比较年轻也是很努力地学 学的时候我在上师面前听课应该说是没有打过课水 我自己这样基本上是可以这么保证的 然后我没有缺过课这个是可以这么讲 一直是这样的一直是 再重要的事情这个还是不管是现在 凡是法王讲过的传承我想肯定没有断过 我可以这么讲 所以我们刚才讲了我们现在讲的四种智慧 有时候经常分不清楚 大乘经这是啥子我啊 妙观察之夜什么叫妙观察之我啊 什么叫成熟作之我啊 有很多人不太懂 其实这些有不同的定义 就是定义应该我们佛教徒应该会说 就像现在有些基督教的话 就问一些基督教的教义的时候 有些能打得上有些打不上 我们佛教也是这样的 别人问你们佛教里面不是有三生四指吗 三生四指的话那三生分别是什么意思 宝生和化生之间的差别是什么 四种智慧的话 那为什么有些经典里面讲五种智慧 有些经典里面讲四种智慧 为什么那四种智慧之间的差别是什么 这样的时候我们佛教徒就开始 不行我现在不回答我现在比较忙 我今天头疼我不舒服我想睡觉 这样的话恐怕不太好 所以我们还是从理论上应该要懂得 那这里怎么讲的呢 就是说经典不动摇 三者一与比平等妙观察成所作为此 下面讲的是略所和广所 还有对智慧的因和宣说究竟的智慧有分四个方面 首先是讲略所大愿精致 大愿精致是不动摇的 大愿精致它是 我们经常说的是阿难耶和阿难耶师 它转移成大愿精致 然后按照密法里面 《大愿门信心修学大车书》的第十三品里面讲的是 大愿精致一旦我们的嗔恨心已经得以清净的话 变成大愿精致 吃心得以清净的话就是发戒心致 发戒心致我们前面讲了 除了法身以外没有特别讲这里面没有讲 平等心致 傲慢的心得以清净之后得平等心致 妙观察之是贪心得以清净的 承说作之 嫉妒心得以清净 无度就变成无智慧吧 所以我们现在有时候 就是按照密法的一些认识本性 或者禅宗当中也是有制止本性的方法 这样的时候我们产生嗔恨心 然后嗔恨心你没有认识它的时候我就特别烦恼 你看昨天我们讲安忍的时候 讲到讲到很多人都是真的有感觉了 今天也跟我说很多人说 我们以后一定要按照你的观点来吵架的话 当天不吵架隔一天吵架明天吵架的 这种方式很好的我们失了还是比较不错的 昨天不吵架然后准备今天吵架 结果今天吵不起来了双方都没有力气 所以我们有时候嗔恨心起来的时候很可怕的 但是我们如果认识嗔恨心的本性的话 实际上是大愿禁止 他也是阿难耶专誉的 阿难耶本来都是不懂的 因为它是很稳定的一个意识 我们人睡眠的时候也好死亡的时候也好 很多都是最后所有的这些根实全部融入阿难耶和 阿难耶再融入法界光明这样的一个层次 在这样以后它是不懂得的 在佛地的时候它也是很不懂得的 它也是其他智慧的所依 所以它是不懂得的 它是很常清净不懂得的 然后其他我们前面讲的 妙观察智和平等心智还有承索作智 这三种智慧实际上是依靠大愿禁止 那三种智慧就是平等心智和妙观察和承索作智 这是在这里掠索 就是略说下面讲广说 广说的时候对我这个藏文也念完了 今知无我所恒惧不偏多 所知皆不灭恒非偏相彼 诸之之因果如之大愿泉 即使报神佛 先知应相过 下面我们分别宣说大愿禁止 然后妙观察之和承索作智 这四个智慧吧 平等心智 这四个智慧每一个都有在这里广说的 首先讲到大愿禁止 大愿禁止实际上它去广说的时候它是什么样呢 大愿禁止无我所 大愿禁止到最后能去所去我和我所全部都已经没有了 当然从八地菩萨以后大愿禁止完全都是转移 到佛地的时候彻底转移成清净了 我们阿兰也一直转移 在这个时候所谓的我和我所能去所去 请坐 去死这些全部都是没有的 全部没有的话就像我们禁止当中不可能有偏淡的 禁止放在那里能呈现所有的影响 同样的道理它很是不会偏多 大愿禁止上面这个部分的东西会显现的 那个部分的东西不会显现的 不会这样的 所有的一切的万事万物都可以显现的 它恒常没有偏多或者不偏多的话 它是范围当中没有偏多的恒的话 恒的话它未来过去现在三世当中都没有偏多的 不间断的 恒常的 因为从众生到佛之间 整个我们的阿兰也它本性是一直没有变动过的 一直是恒常的 然后它的所知都 而且《大愿禁止所愿》的一切万法 这样以后到了佛地的时候 所知障和烦恼障全部都没有 所以对一切万法的所知不会有愚昧的 然后恒常不会偏于哪一个地方 比如说从分别来讲 这是白色的 这是黄色的 我们像眼是二是 鼻是的话 它会有一些这是花色的 这是人 这是动物等等这样的一种片段的 去趋向性的 但是在《大愿禁止》当中没有这样的分别 没有这样的白 红 蓝等等这样的分别 诸之之因果 如之大缘泉 它是一切智慧因的缘故 就像是大智慧的 宝藏的来源 大海一样 一切智慧的缘泉 也可以说它是宝生的来源 也就是说因为它即使发生无二无别的 大愿禁止可以这么讲 然后更是发生 为什么说它是发生呢 因为很常没有改变的原因 还有很常可以享受大了智慧的原因 这两个原因它是报圣佛 同时显现其他智慧的影响 其他智慧的话我们在这里前面也是已经讲了 就是今所有之和如所有之 我们分别比如说如所有之的话 平等行之来代替 今所有之的话妙观察之来代替 乘所作之的话实际上是饶益一切有心 所以这些三种智慧的影响 在大愿禁止当中都能显现的 这样比较简单来说 我们可能别人问什么是大愿禁止呢 我们可能一个是从密宗的说法来讲 嗔恨 骗证 精进的时候大愿禁止 整个为师众和宗观众的说法 阿难耶和阿难耶诗专一 这个很重要 还有一个特点它是三种智慧的影 而且三种智慧的影 那三种智慧有经所有 如所有 饶益有情 在这种情况下你看我们都知道 佛已经获得了菩提的时候 他具有四种智慧 四种智慧的时候其中的大愿禁止 有没有利益众生的心呢 是有的 虽然他没有这样的分别念 但实际上大愿禁止实际上就是饶益有情 饶益有情的整个影响可以生在里面 这样一来具有智慧通达一切万法的特点 还有具有大悲心也是愿一切众生 所以《心地观经》里面说过 以大之骨恒愿众生 因为依靠大悲的缘故恒愿众生 然后以大之骨常如法心 意思就是说依靠大智慧的缘故符合法心 我们现在众生这两个都缺少 因为我们不具足大悲的缘故 我们恒愿众生不行的偶尔愿一下 我今天看一下我医院里有个病人 我就偶尔观察一下 过一段时间也是我自己的事情忙着 所以我们悲心就是小悲心不是大悲心 所以不像佛陀一样 佛陀他昼夜六时全是可以愿众生的 没有我们那样的偶尔想一下众生 比如说我们开一个慈善宴会 这个时候看见一个可怜的众生的时候 热泪汪汪 哇 这好可怜啊 然后回去之后又开始贪睡 贪吃 众生的事情都忘了 所以我们是不具大悲 佛陀以大悲果恒愿众生 恒愿众生 然后以大之果常入法心 佛陀是具有大的智慧 他所作所为全部都是非常符合真理 非常符合真理 你看现在两千五百多年后的今天 我们还是依靠佛际里面的这些道理 特别的有一种炫火心 有一种好像是栩栩如生 我们已经闹到了两千五百多年 但是他的思想给我们现在的人类也是多么的接近 可以这么讲 佛教里面其实现在很多的西方科学家 把佛教看作是一种妙药 为什么把它当妙药呢 妙药并不是身体的妙药 它实际上是心灵的妙药 这一点我们佛教徒也可能要值得思考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自己也有感觉吧 以前你没有学佛的时候 好像大乘佛教的这些道理不懂的时候 总是心里很烦 有时候生嗔恨心 有时候生贪心 什么都看不惯 就经常有各种各样的情绪 但你大乘佛教真的融入你的相续的时候 其实生活当中人的生存当中 不管是悲欢离合也好 还是什么样的生老死病的这些发生 当我们面前发生的时候 我们都非常贪婪地去应对 所以说这是心灵的一种妙药吧 我们有些时候通过念经 通过有些声音 佛的加持也融入自己的心的时候 它也变成一种妙药 有时候大乘佛教的思想融入我们的心的时候 我们原来的心态特别浮躁 痛苦 焦虑 恐惧 这样的心态完全当然无存 这可以成为一种妙药 所以现在西方很多人为什么 我前两天看到很多警察也在学藏传佛教 但是这个是不是正确也不知道 就很多网上再说吧 但是我觉得这些不一定是藏传佛教 这个也许可能是 因为他们不一定是藏传佛教 他们西方人不仅仅是警察 所有各行各层的人都是在禅修很喜欢的 但这个禅修有些不喜欢用藏传佛教 用基督教 不希望有一些宗教的标签 他们只要没有任何宗教的禅修很希望的 网上有些说 他们西方警察什么警察也在学藏传佛教 如果是藏传佛教也可以 但是不是也没有什么 只要他们心里得到一种快乐 这就是很重要的 因此我们在这里讲到了什么呢 刚才也讲到了说是利益众生 这就是讲到妙 刚才是什么字啊 大愿经之是吧 第二个是平等行之 就是平等行之 下面就是讲到平等行之 是平等行之者许修有情境 不足而寂灭许为平等行之 等行之是吧 什么字啊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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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情快乐是禅顶知道吗 这也是对的 我们在座的各位大家应该心情要快乐不要痛苦啊 嗯 不管是什么时间当中你痛苦也是过今天的 这个伤心也会过的快乐的话也会过的 所以即使你身体不好处境的整个环境不好 现在在整个国内外也好全世界也好 包括个人每个家庭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烦恼 如果你不开心的话永远都不开心的有钱有有钱都不开心 五钱有贫穷有贫穷都不开心 所以老人有老人都不开心 我们应该是什么事情都是应该很努力地去做 然后应该你看这个刹背上面都说是 这个喜悦最好的禅 我觉得赞叹这个刹背的作者 这是很好的 我们随时随地都有一种快乐的心态 其实快乐的心态可以锻炼 遇到一些不开心的时候尽量不要去再想他 有些人以前不开心的事情永远都是说这个 说这个 原来我有一个叔叔他每天都是讲一些痛苦的事情 我那个时候很小我说叔叔你不要天天地讲这件事情 他跟一个人的仇恨他每天都是讲 我说你可不可以转个话题当时我也很小 我觉得他转个话题好一点 所以我们一般有些不开心的事情出现的时候就可以讲一讲 讲完了以后你就不要再永远讲这个 你看不惯一个人你就可以三分钟讲一下 因为你要出一点气的话 然后不要永远都是讲这个人的事情 让你今天有点包括你很大的事情发生的话 也不要一直讲这个 你看我们新闻国际上发生的一件事情 啪啪啪啪啪一会儿就马上转话题了 所以我们人也应该有这种方式来应对 所以这个跟平当心智没有很大的关系 但是我刚才喝茶的时候看到这个 我还是想说我们要心情快乐 修行人更加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开开心心地 很愉快地去面对的话应该是很有意义的 平当心智下面讲的是第二种智慧 就是平当心智平当心智实际上是什么样呢 是我们前面也讲过吧 就是我们的修行 修行到到一定的时候 比如说一地菩萨以上其实不断地修行 从一地到十地之间修智慧 就是修智慧的话最后所有的这些烦恼症 习气 全部都已经断完了 断完了以后有情得以清净 然后获得了不足极灭和涅槃的这种 因为能力平当能回和涅槃都是平当的 到这种境界这个可以称为叫做平当心智 彼此一切是具足大悲心 获得了这种平当心智的时候 在一切时分当中也是具足愿一切众生 愿一切痛苦的大悲心 愿一切众生获得一切快乐的大自信 具足大慈悲它是怎么做呢 实际上是依靠不同的众生的信心 根机 意乐 不通的话 在他们面前实现种种的佛陀的身相 这里大家应该要清楚 因为有了平当心智一方面对所有的轮回 涅槃也好 众生也好都是平当来对待 这种修行不是一天两天的 从一地到十地之间一切万法等心的修行更加修持 这样之后到了十地末位获得佛地的时候 完全清净的平当心智已经获得了 在这个时候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在一切时候由大自大悲来利益众生 利益众生的方式它没有分别念 但是它可以在众生的意乐心界面前不同的话 各种佛陀的身相不同的 有些面前显现白色的佛像 有些面前显现红色的佛像 有些面前显现绿色的 包括一些蓝色的 黑色的等等 有些面前 众生面前显现一面二臂的 有些是一面多臂的 有些是多面多臂的 就像观世音菩萨汉传传佛教当中也是有千手千言 在寺院当中也是非常多的 有时候观世音菩萨的其他的一些花生当中 多面多臂的 这样也有的 然后像藏传佛教当中也是有非常多的 像石轮金刚 密集金刚 大卫的也有一些愤怒相 也有一些寂静相 像文武百尊 文武百尊也是有些人可能不理解 但不理解的话你就不去修可以 但是你没有一定的能力之前最好不要诽谤 比如说我们去印度 去泰国 去斯里兰卡 去汉地和藏地的话佛像的一些表面的 它的次度也好 它的一些形象有点不同的 但是这些都是根据众生的不同 在他们面前显示不同的形象 在他们面前示现不同的形象 因此我们无论是到哪里都应该可以去礼拜 你想 南传佛教不管到哪个经堂 只有一个释迦牟尼佛的像 除此之外基本上没有什么阿弥陀佛 什么弥勒菩萨什么都没有 基本上所有的权人汉传佛教可能有一些菩萨 包括有一些佛 护法神也是比较少量的 但是菩萨的像就比较比较多的 而到藏传佛教的密宗殿 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仪柜 这些仪柜的确是非常有价值力的 非常有价值力的我自己从小都是修 我修的一些本尊和一些法当中 也有愤怒的本尊 也有一些寂静的本尊 也有诞生的 也有双生的 也有护法神 各种各样 有有汉传的 也有藏传的 所以我们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 以有情心结定是佛陀圣 这句话很重要的 因为众生的心结不同 有些是你看我们一起去佛殿里面去 我同样有钱的话 有些可能喜欢白色的佛像 有些希望绿色的 我们请佛像的时候每个人都请不同的佛像 这说明对每个人佛陀的因缘是不相同的 因此佛陀完全是对所有众生有平等性的 在平等性方面的确也是 我也研究过世界上的其他各个宗教 包括印度教也好 基督教也好 天州教还有伊斯兰教 罗马教 就很多方面他们最究竟的教以上看过的 但是所有的众生看着非常平等的 这样的观点我可以说是唯一的佛教 因为佛教里面对乃至所有微小的这些众生以上 都是平等看待的 以这样的原因有些历史当中也是说 当时在印度为什么是佛教呢 到后来的时候又出现一些灭伏运动 其实这是因为一些婆罗门 印度的世间人当中 他对种族之间的隔阂差别非常大的 我们如果众生所有的 必见人和高尚人全部都是意识同仁的话 对他们有一定的威胁这样一来 有个别的一些 为了对自己的种族特别重视的这些人 他里面有各种的操作 所以历史上所发生的任何一些变化 其实他的背后有很多一些复杂的现象 不一定世人能看到的这个是真相 世人看不到的背后的很多的 他的背后 幕后的一些操作 这是任何一个历史的变化都会有的 所以说 我想佛教的确也是最平等的 你看佛陀当时有一个不知道记得没有 你们叫立体的 特别尖卑的人 他当时在印度人当中看到他 很多人都是大不经分 特别低劣的一个人 他自己也觉得自己是最下贱的 但佛陀一直追着他他就特别害怕 佛陀那么伟大的人跟着他来的话 害怕后来佛陀开始摄受他 然后跟他说法 后来获得阿罗汉果位也有这样的故事 所以真正的平等实际上佛教里面是有的 所以佛教为什么以大慈心和大悲心 在众生面前根据不同的众生都示现他的平等性 而且他的不同佛陀的身体来利益众生 这是每一个人依靠什么样的人 只要你对他有信心都种效不同的善根 如人散乱心如于他妙中 然后南无以成佛 也成佛道在《妙花莲花经》里面讲的吧 如果我们用散乱心如于四妙当中 他妙当中不在佛像面前 散乱心不是我有很恭敬心 欢喜心 不是这样的 用散乱心 大家都散乱心 现在很多女客这些是散乱心的 有些人是一种轻蔑的心 那你入了他妙当中 因为看到佛像 还有你口里面如果说是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释迦牟尼佛 南无佛陀 这么一个功德逐渐会变成解脱的因 所以佛陀在众生面前实现各种各样不同的身相 我们应该要有观清净心 不要指指点点 乔弥陀佛切《极乐愿文》的诸书里面也说了 我们看到一些佛像有点不庄严的话 你不能说这个佛像很难看不能这么说 这个佛像的造作者 画家或者他的收益不太好 我们应该把它说在画家或者造作者 否则我们说这个很不好 以前《极舍佛》时候有一个人用手指来 开始指这个佛像不好 那个佛像不好 后来他生生世世当中他的手指都没有了 我们为什么现在有些残疾人 其实他以前在轮回当中的时候 他会造了比较特殊的业 所以我们在网上也好 平时在生活当中也不能造口业 而且自己也尽量地看见在任何时候 用不同传统的佛法大家要学会一种观清净心 不要认为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眼睛 为什么有那么 以前有邪见的这些人他自己想不出来什么 自己想不到的话就开始顺便说 当然有个别人可能也不信仰佛教 他们也可以说一些各种诽谤的语言 这样的话我们也没有办法 但是我们也尽量地帮他忏悔 我们身边尤其是我们现在佛教徒当中 比如说一家人一个是学佛的 另外一个人不学佛的时候 经常他就看不惯 然后可能佛教的诽谤都有这种情况 但这个时候我们也要修安忍 那个时候一方面我们修安忍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一次而舍弃学佛 当然一种方便方法都可以 让大家尽量不要太深严烦心 应该尽量地随顺大家 通过这种方式来我们修行 那这样的话我想我们今天应该讲到这里 我们修行的语言 オンマニヴェメ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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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オン 下面 今天我降的课可能降的不一定很好 哦 最近学院的事情这两三天以来天天都是开会 所以早上一早起来一直到 现在我的备课早上三点钟起来看看书 这个是备课 知道吧 不是三点半吧 三点半还是多少 昨天我们前面已经讲到了大乘金庄论的 大乘金庄 同时也讲到了 啊 顶礼句啊 嗯 顶礼句有时候不用吧 嗯嗯嗯嗯嗯 讲到什么大乘金庄已经讲完了 然后还有平等行者就讲完了 然后下面呢就是讲 今天我们在这里介绍两个智慧 一个是妙观察者 还有一个就是称说作者 就称说作者 那么妙观察者说之恒无碍 为师如等词 种词之宝藏 欲诸眷属中实现诸词债 暂断诸怀也颇讲大法语 那么在这里就是说这个妙观察者 实际上是我们在凡夫因地的时候 人的这个意识 意识的话他能辨别 这是白色 这是红色 这是自相 中相等等 他这方面完全可以辨别 那么他转移之后变成妙观察者 妙观察者他祈祷的作用是什么呢 整个世界上所有的所知 万事万物的这些法恒时就没有任何阻碍的指导 让世间的一切的外在的食物和内在的这种食物 全部都是无有阻碍的通达 你看我们不是这样的 我们虽然有时候可能无理的成绩学得好一点 但化学不行的 数学好一点 文科不行 我们是有阻碍的 对这个知识好一点 对那个知识不好的 但是佛的这种智慧 妙观察者对所有的所知都是无碍的 并且妙观察者它唯一的有很多很多等词 比如说我们所谓的三门阳定词 如虚空灯词 能言灯词 还有十字分寻灯词 然后入于一切如来 真如之三目的那等等 有很多无量无边的这些灯词 也是依靠妙观察者的力量可以出入的 还有仲词 仲词的话 陀罗尼仲词 波王仲词 还有边才等等 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仲词的暴藏 相当于是暴藏一样的 所以我们知道是妙观察者一方面 它对所有的万法了知一清而出的 另一方面我们的仲词的暴藏 我们现在因为没有观察者的原因 好像入定也不行一会儿就行都定不下来 然后我们的边才也不行 好像口才也不行 记忆力也不好 今天记得很好的 明天就忘了 好像过两天根本一点印象都是没有这样的 所以跟我们不同的有这方面的 还有它的主要作用 在所有的眷属当中 它可以实现两种获得自在 一个是实现外面事物的自在 那外自在是实现什么呢 它在眷属当中创造 让所有的眷属可以共同享受 比如说黄金的大地 如意树 甘露海等等 像极乐世界外面的庄严一样的 因为它有了佛宝的时候 有妙观察者的这个福宝的时候 不仅仅是它自己随意地可以享用外境的 清净的生活 而且更重要的就是让很多的眷属 它们从外在的享用方面也会有不同的自在 然后内在的这种享用能断除所有的这些暂断 它们所有的对佛法 对真理的怀疑 不解之处 疑惑等等全部的这种遗忘可以斩断的 同时在不同的不变的众生面前可以普将大乘的大法语 而且这是恒事经常他就各种各样的大乘的特别殊胜的法语 不断地可以讲相如果没有妙观察者的话 一方面可能他没办法断除别人的怀疑 有些人就比较因为自己妙观察者没有 害怕别人提问题 讲完了以后不不不 今天没有提问马上要走了 原来我们安排一个法师演讲 然后请了一个法师说是千万不能给我要求提问 如果提问的话我不来 后来我们不安排 但是他讲完的时候很多人在拘束 然后他就装着不知道就走了 有时候他可能并不是不会回答的 但是也许可能没有习惯了 也许的确有妙观察者没有的话 很难接触别人的怀疑 这个非常重要的 还有经常传授佛法 遣除别人的这种傲慢自信 这个非常重要的 当然这个也需要有一种智慧 没有智慧的话也很难得 以前在佛经里面也有这样的 有一个人他自己是特别特别的傲慢 他自己特别傲慢 然后他觉得世界当中我的智慧最了不起的 然后他经常侮辱身边的人 有一次大白天的时候他拿着一个灯 拿着一个灯然后到处到外面去走 然后很多人问这是什么意思呢 他说你们这个世界所有的人都是像盲人大笨当 所以我照着这个灯意思就是 遣除你们的黑暗 整个世界所有的人特别的笨 他是这样来侮辱别人 那个时候本师释迦牟尼佛更好知道 他度化世间的因缘已经成熟了 然后装着一个仙人来问一些问题 他说如果你是一个大智者的话 我可以不可以给你提出四个问题 然后他分别 一个是天文地理方面的 一个是心疏和地水火风的无性方面的一些问题 还有怎么样保护国家 治理国家的道理 还有病法 怎么样用病的方法 但对四个问题进行听闻的时候 的确婆罗们并没有很好的回答 很好地回答以后 当时这个仙人出现自己佛的形象 他就觉得特别特别的惭愧 一直不好回答 然后佛陀现身佛的身体之后 他说若多少油纹至高一傲人 如果有一些多纹的话 自己认为自己是很高的自己是很了不起的 这样的这种傲慢人实如盲执著 这个人就像盲人执著 拿着灯一样的 那么照避不致命 他能照别人但是不能致命 意思就是说虽然我们世间当中有一些知识有点听闻 但是以这个而驾傲自慢的话 那相当于一个人盲人拿着灯的话 别人可能看得到自己都看不到的 那就是说明你在白天的时候拿着一个灯到处走的话 说明意思就是你自己特别愚笨的 然后这个意义听到之后当时他也说我确实非常惭愧 好像我的智慧像一个微尘一样的 根本不如你后来如意佛教而获得圣果 慢慢慢慢自己虔诚的忏悔 所以我们在这里也讲到了 佛陀的妙观察证的确也是唯有伦比的 那么这并不是我们佛教徒自己赞叹的 为什么这么讲呢 我们可以佛教现在的大殿里面的这些经典 论典 尤其是经典一去分析 看我们的智慧能不能够得着能不能跟得上 这个时候我们知道佛的妙观察证 并不是我们光是口头上说他很了不起啊了不起啊 不是这样的一礼妇人 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知道 噢 原来我们每个众生也希求妙观察证 其实是至关重要的 是这方面要想了解 那么下面就是讲 下面是陈所作词对吧 那么下面是四种智慧当中 妙观察证前面都应该知道了 如果我们真正想学习佛法 别人问什么是妙观察证 我们上面的这几个道理能说的话 可以 完全可以 你看一切万法的所知没有任何障碍的 那么一切等次和一切忠实的这种宝藏 同时我们依靠自己的智慧能满足别人 一个是外在的财富 一个是内在的财富 更重要的内在的财富 能断除众生的黑暗 疑惑 这是很重要 我们佛教徒如果自己的智慧确实稍微能跟得上的话 大义 这个很重要 我们讲完课以后 讲完辅导以后 应该好好地回答 我听说有些辅导员回答得还是很不错的 自己所知道的 给别人没有任何保留都很好地去分享 但有些自己根本不知道 故意可能有时候自己不明白的时候 就随便这样来糊弄别人 这种方式确实不好 下面我们讲 成熟作者者 诸解语种种 无量无边化 承办众生力 佛陀必换化 横行承作别 手刹欲诸事 当之不可思 那么下面我们第二个什么是成熟作者 成熟作者呢 我们今天传讲的地方又换了一个 传讲佛法的地方 一个是为了让很多人积累资粮 一个人在积累资粮的过程当中不让生起厌烦心 长期的一个地方待着的话 可能害怕生厌烦心 然后不断地换一些地方 但换一些地方的时候 我们发心人员比较辛苦 所以我在这里也特别感谢 我们所有的在层和背后的发心人员 有些发心人员你们可能永远也看不到 也没办法 但是没有他们的发心的话 的确我们现在这么多人一切听书是没办法的 需要各方面的技术 智慧 能力 就有很多人力 物力 财力等等 所以你们打开一个电脑然后就看的话 对你们来讲这个是非常容易的 但这个背后有多少个人的付出呢 也许可能你们谁也不会知道的 但是也不用知道 不知道也更好 不然的话他们出名的话 到时候我都不出名了 这样也不好 那么下面讲承说作者是什么样呢 实际上承说作者就是说 他有种种的 在一切的世界当中以种种的化身 生化身 欲化身 义化身来饶益众生 是无量的 无边的 种种的 比如说身体化身为各种各样的 在天人面前天人的形象 人面前人的形象 龙和叶叉 千大婆 其他的众生面前都有不同的形式 就各种各样的 所以佛身的这种化现可能我们看不到 我们知道是到印度去朝拜 到斯里兰卡去朝拜 佛像就是佛 除此之外可能没有 但实际上也不是 光佛像有各种各样的 除了佛像以外 我们按照看起来是凡夫众生 但是这个也是有特别多的 是各种各样的 然后欲化身的话 依靠这个语言也是无量的 就非常非常多的 怎么说是无量的呢 比如说有些是用了教的声音 有时候是我们光盘当中的一些声音 有时候虚空当中传出来的声音 甚至我们在现在的大马路上 就是昂的喇叭声音 我们觉得很讨厌 不让睡觉 这个很吵啊 也许这个吵音 让我们从无明的黑暗当中 不要睡得太多了 让你醒过来 醒过来 开始有这个声音了 所以佛的欲化身也是非常多的 然后欲化身的话 哪怕是让我们产生一颗的信心 那么让我们对刹那间的 对众生的悲心啊 甚至我们七行动念的很多呢 依靠佛的这种加持 也有种种的形象 所以说这是无量 无边 无穷的方式 来承办众生的事情 所以佛的传说作者 表面上它是一个智慧吧 但是这个智慧变成身体 变成语言 变成一种心态来逐渐逐渐调化不同的众生 我看到过一个 九母罗师的一个传记还是什么 是叫大义还是什么 这里面都是讲 光是我们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在不同的世界当中 化身不同的形象 而且名称也是不同的 他所化的众生也不同的 刹土也不同的 释迦牟尼佛有些经典里面讲 在不同的娑婆世界当中有相同的名词 相同的相好庄业 相同的一些转法论 三转法论等等这样的 当然我们这些说起来 可能也许有些人对佛教的基础不太牢固的 这些人的话 啊 是不是这些人在 光这样说而已 实际上恐怕不会有吧 产生一点点怀疑也是可能会有的 但是你经过长期的深入闻思 最后也知道原来大乘佛教当中所讲的 这样的甚深道理其实完全是可以成立的 是有利的 应该可以这么讲 那么下面进一步地跟他们讲 那么佛陀幻化成这些很常行持什么呢 别别的 不同地做众生利益的事情 做众生有利的事情 那么有利的事情呢 他这里生与因在无数的刹土当中 无数的时间当中 无数的利益众生的行为 他这里下面有无量 无数 无边 或者说 生不可思议 欲不可思议 义不可思议 也可以这么说 或者身体的行为不可思议 然后化现的刹土当中 各种刹土也是不可思议的 而且在世间也是不可思议的 我们在这里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词吧 有叫做不可思议的 有叫做无量的 无边的 因此我们可以理解 的确在这个时间当中我们眼睛看不到的 我们不认识的 有很多佛和菩萨的化现来饶益众生 所以我们有时候可能表面上看起来 我根本不知道这个凡夫这个人有嗔恨性 这个人很坏的等等 但实际上很难说诸佛菩萨的化现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观清净性 在某些时候也是有必要的 当然有时候我们对世间的一些 非常不合理的这些人也是观清净性 恐怕也有一定的困难 这方面我们怎么样来区分 实际上我们就可以知道 凡是对自相续能生起正知正念和功德的这种因缘 我们都要去爱护他 应该这样来理解 那么这是我们讲四种智慧吧 承受作者的话实际上就是这样的 承受作者的意思说到佛地的时候 他有很多很多的利益众生 利益众生依靠智慧的因在我们众生界当中 显现不可思议的一些 你看我们佛经当中经常有多少多少的刹土当中 多少多少的万年的时间当中 那多少多少个不可思议的化身的身体来 度化多少多少众生的话 实际上这就是妙观察者的 承受作者的一种形式或者他的一种结果 这一点我们知道但是我们现在有没有呢 很多凡夫人来讲的可能是有一定的困难 比如说一个人有一个身体一个心态一个语言 然后他能教化的也是有限的 时间也是有限的 这个是我们在因地的时候有这样的 然后到了一定的境界之后 他可以无数地化现 然后在同一个世间当中以不同的形式来 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 这就是大乘的不可思议的一些意趣所在 所以我们如果长期的听闻和学习大乘佛法的时候 这样的道理完全是可以合理的 而且我们讲到一些 比如说大幻幻王当中的一个佛能化身多少个道理 就更加明白其中的意义 那么下面念到上面讲到的这些智慧有什么样的因呢 它的异术因分两个方面 一个是真实的异术因 还有一个隐身的异术因分两个方面 首先第一个 那么下面我们讲这样的佛的智慧 依靠什么而产生呢 其实有因缘的 那么他这里讲真实的他的异术因 受持平等心 精选真实法 所承办所作果 真实生死之 那么他这里讲大愿精致 平等心致 妙观察致 承所作致 这四种智慧分别有四种因 首先第一个 受持 受持的话是妙观察致的 不是 大愿精致的因 那么大愿精致的因是什么呢 我们在凡夫位的时候先依止善知识 然后听闻佛法 听完了以后自己去思维 思维以后进行修持 这样的受持大乘佛法的话 实际上我们在凡夫位的时候 闻思修行 听闻佛法 然后这样 原来的阿难也是 慢慢慢慢就变 转移成大愿精致 所以说我们现在每个人 依止善知识听闻佛法非常重要的 心心修行里面也讲 乃至佛果之前我们的功德会需要增上的 所以不要懈怠 要继续地努力 这样的话大愿精致的因就是我们闻思修行 有些人说闻思修行不用啊 听闻佛法不用 只要修就可以 但佛教当中的确如果没有听闻 直接修的话 那很危险的 你们也知道很多人刚开始 我现在修就可以 不需要听闻 然后到处又通过各种方式来自己如何如何成就 不到两天的时候 所有的这些行为都暴露无益 所以人一般没有一个听闻的阶段 直接修行 直接弘扬佛法比较危险的 这一点很多方面都是 很多信息也可以看得出来 所以我们凡复为的时候先闻思修行 一直善这是大愿精致的因 大愿精致的因我们其实现在也在做 大家都是在 尤其是汉地这几年以来闻思修行的气氛 都非常非常的不错 从总体方面来讲很多人真的爱学习 而且如今时刻的大家特别特别非清往事的 都在学习 本来生活压力那么大 然后工作接触也如此的快 现在竞争力也很强 而且我们很多地方的境界也在不断地消化 然后人性更加复杂的时候 自己的家庭压力 各方面听闻佛法的很多人来讲是非常难 我们出家人应该没有在这方面的压力 所以有时候比较而言 出家人听闻佛法应该是容易的 反过来说好像我的感觉上 有时候出家人闻思修行还不好 反而在家人闻思修行更加精进 更加努力 因为他们有承受很多的压力 在这个当中闻思修行非常不容易的 但实际上这就是我们大愿精致的因 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然后第二个就是讲平等心 那么平等心就是平等心致的因 它的因是什么呢 在我们因地的时候 或者是资粮道和加行道的时候 对众生观自他相患 自他平等的这样的心 一直要观慈悲心的话 这就是平等心致的因 这也是很重要 我们也在修 一直修菩提心 大乘佛教的最根本的意义也非常重要 这是第二个平等心 那么第三个呢 是妙观察者的因是什么呢 精选真实法 就是在我们因地的时候 开始自己所知道的这些道理宣说给别人 如果你懂得一些大乘佛法 当然是很好的 如果大乘佛法不懂小乘佛法也是非常好的 如果这也不懂的话 过学的一些道理 如果过学也不懂的话 对其他的一些包括物理 化学 数学 体育 美术 所有的这些知识 这就是妙观察者的因 安徽论师的讲义里面也是讲了 是给别人讲述任何的知识 实际上就是妙观察者的因 所以我们现在很多发心的老师 学教各种知识 非常有意义的 因为一个老师 有些老师给我说要不要出家 我说暂时不出家吧 你出家的话 能转法论的机会不一定有的 所以你现在在家身份当老师的话 也许可能你现在正在转法论 表面上看来过去 表面上看来其他的 但实际上好心好意的 这些很多孩子的无名黑暗前处的话 这就是最好的佛教当中叫转法论 那么最高的境界来讲妙观察者的因 这是妙观察者的因 所以说这是精选真实法 然后第四个就是承办所作故 承办所作故就是说帮助别人做事情 就帮助别人 安慰论师的讲义里面说到了 说是为了帮助别人做一些龙物的事情 搞一些商业的话也成为成熟作者的因 所以我们有时候只要帮别人做生意 也是可以的 做生意赚钱赚多多的钱 然后给别人做龙作物 或者跟别人做一些其他的发心的工作 包括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信息时代 一个科技时代 那么通过科技技术来帮助别人的话 那这也是一个成熟作者 总而言之成熟作者就是为利益众生而做事情的 所以孟宝仁波切在最后的讲义当中也是讲了 我们为了生起这四种智慧 应该要发殊胜的菩提心 然后尽心尽力地利益众生要去做 并且用回向来摄持 那这样以后的话 无期因果的缘起来终有一天一定会实现的 这一句话我觉得大家一定要记住 现在虽然我们这四种智慧要得到有一定的困难 但是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闻思修心 修菩提心 然后给别人辅导讲一些课 如果你没有真实讲课的话 我们平时聊天当中也可以讲 有时候别人认为 我现在这辈子都没有转法轮的机会 也不一定 我们卖菜的时候 坐火车的时候 再给别人讲一讲讲一些道理的 让他能接受的 不一定非要给他灌个钉 用转经论他的头上啪一声加持加持 不需要这样的 要是什么呢 就是用一种方法来 哪怕是给你的一些老朋友这些接触的时候 慢慢慢慢跟他接触 那天有一个居士跟我说 我本来现在学佛很长时间的时候 我对这些老朋友都是有点不理他们了 但后来我想这样也不太很好 我还是要跟他们一起 跟他们混在一起 这样以后的话 我有机会我跟他们结缘一些书 跟他们拜一些事情 这个时候慢慢慢慢他们会听我的 然后慢慢慢慢他们也是懂得了一些道理 这就是我们的初心是善的 这个时候我们人在活在这个世间上 每个人有自己的空间和自己的光 而且这个光周围的 有些可能光圈比较大一点点 跟周围的可能很多地方 两样的范围比较广一点 有些光圈是小一点点 哪怕是跟自己的孩子也是经常转法轮 如果给自己的孩子都不转法轮等 那这样的话可能妙观察是很难以得到的 因此我们同一点一地去做吧 这样之后也非常有意义的 那么经过很长时间以后 其实很多智慧都是多生累戒而来的 并不是一下子来的 你看现在我们有些人 世间当中的有些人很有智慧的很有能力的 这些是什么来的呢 其实他们的前面 他的前世当中有一定的因缘 不然的话 有时候我们一起上课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啊 从佛教的课当中也可以看得出来 考试的时候有些人这么努力也是有点笨 他自己也说我这好笨啊 原来我读师范的时候有 他好像那个同学已经死了 有一个叫玛丽瓦 每次考试的时候他就考自己 我这个玛丽瓦好笨啊 他也是个特别胖胖的一个人 然后我们就旁边不要打不要打 他年轻的时候头发都全部白了 他平时很努力的 但是每次考试的时候他有点紧张 每次考试的时候 我这个玛丽瓦好笨啊 我去年听说他已经死了 然后我就念观星之后 我说好像他的动作一直浮现在我的眼前 我这个好笨啊 所以我们有些同学 我们有些人可能从小都是觉得很笨 但实际上这也是一个闻思和修行的因缘 我们这辈子的因缘也将来创造一个好的因缘 这样以后可能我们修学什么佛法也非常容易 即使世间的这种知识也是同样的 以前佛经里面也有 一切有部破生事当中有一个公案 就是说是当时阿南 应该是阿南陀尊者 阿南陀尊者出去化缘的时候 有一个婆罗门呢 专门想试探他 听说他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 而且他的智慧很不错的 到底是不是这样呢 然后试探他问 这棵树的树叶有多少 当时阿南尊者一下子树叶有多少多少 他天生的非常聪明的一个人 他当时还没有得到阿罗汉果位 但是他非常非常的聪明 我们现在也是有些发明者 包括一些像我经常想 他们肯定前世还是很厉害的 包括我们苹果的创世 这些用一个人来想的话 这些很难想象的 当时阿南尊者一下子 把这棵树的叶子全部都树出来了 树出来了以后 他就觉得这个到底是不是 然后他就没有说什么 然后他就下去以后就化缘 然后化缘回来的时候 在这个之间婆罗们特意把上面的叶子当中 有七百七十七个叶子把它拆下来 然后装着不知道一直等着 然后阿南尊者回来的时候 你看看这个数数一下有多少了 然后阿南尊者就说我刚才说的 这个里面却七百七十七个 其他都万好无生的存在 这也是非常的惊讶 后来这个消息佛陀已经听到了 听到之后很多比丘说 为什么我们现在人群当中 阿南尊者的智慧是如此如此 他平时也没有那么特别的认真 但是智慧为什么特别超强 然后问佛陀 然后佛陀当时说 《嘉宁经百戒》说作业不忘 因缘恢语时觉报害此处 我们原来说 《终生之久业》 《百劫不毁灭》 《因缘成呎》是奇果定长缩 centimeters 百业精里面都是没有找到 但是这个教证实际上我刚才念的应该是一样的 假使领一百个劫 假使加领净百劫 所作业不忘 所作的业没有忘 因缘会与的时候 果报还自受 这个大家应该记住 那么这个是在《毗奈耶经》里面讲的 原来一直找不到他的处处 但是《毗奈耶经》当中也是一切有补的毗奈耶经》当中讲的 当时佛陀说了这句话 说是阿难尊者以前当老师 给自己所知道的知识给别人讲 而且讲得特别成功 后来他生生世世当中变成一个特别聪明的 这个五百世都是变成智者而来的 所以现在也是有些人可能比较笨一点 有些人比较有智慧的 不管是什么样还是要不断地去积累智慧吧 一点一滴最终也会滴水沉害 非常有意义 下面就是讲这个阴神仲心别有义 圆满无是果 佛非义 今诸 无一故非多 这个可能稍微难一点吧 但也不是很难 有些人问这样的问题 说是世界当中只有一个佛 所有的大成世界当中认为只有一个佛才是对的 那么很多的佛不合理的 这是有声闻当中的个别的一个说法 还有有些认为是整个世界当中无始以来 刚才那个是世界的范围来讲的 整个世界的大范围当中只有一个佛 然后有些说是从无始以来可能只有一个佛 无始以来只有一个佛 其他的佛很多不可能的 还有一些人认为佛是非常多的 不但佛很多 而且佛的发生 报生 化生当中的发生也是非常非常多的 所以我们在世间当中有不同的 有些说是佛只有一个 有些佛是非常多 不但是佛的化生很多 发生也很多 这样的说法 但这种说法都不合理 下面弥勒菩萨他用这个颂词来回答 首先就是说是佛非义 佛陀并不是单译的 也就是说 众心别有义 还有圆满无始故 佛非义 他这一上的话 我们世间当中的佛陀 因为有四种原因 并不是无始以来的佛也好 或者说现在全世界当中只有一个佛 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怎么不对呢 他这里讲了几个理由 首先是第一个 众心不同 我们每一个众生的众心都不同的 东南西北所有人的这些众心都不同的 所有众心都不同的话 每一个人都有如来藏 而且每一个众生只要因缘具足的时候 他将来可以成佛的 就像是我们的一个大的粮食仓库当中 有很多很多的粮食 每一颗粮食都是一个种子 那这样的话 这个种子可以成熟 那个种子不成熟 或者是这个大粮食库当中 只有一个种子才成熟的话 那这是不合理的 所以因为有众心的缘故 就是说一个佛是不合理的 这是第一个原因 然后第二个就是优异 优异的意思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吃的一些盆桃 食物 在这里吃的话也可以 摩尔什白菜在北京吃的话也吃得饱 然后摩尔什白菜在拿荣吃的话也可以 英国也可以 美国也可以 哪里吃的话都可以 它有这种能力的 同样的道理 我们积累佛的资粮和智慧资粮的话 任何一个众生在任何一个地方 只要修学这种资粮的话 那么一旦会是圆满的 所以有这样的意义的缘故 有这样的佛果会获得的 因此这个是第二个原因 然后还有圆满 第三个原因就是圆满 所以佛不是一个佛 然后第三个是圆满 圆满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以前的无数的诸佛他们也发愿 我要成佛以后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 让他们成佛 比如说释迦牟尼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也是四十八道元里面 每一个一旦我作佛的时候 听到我的名号的人如何如何能往生极乐 如果不能往生极乐 我不作佛等等这样的 但后来他们的发愿已经圆满了 而且的确也无量的成佛之后 他们所传的教法 让很多众生安置解脱和涅槃 这个也是一个事实 所以不是一个佛 还有无事 如果无事以来是一个佛 那么只有一个佛才可以的 但实际上也不是这样的 我们无事以来的这些很多很多的佛 其实他前面还有佛 因为他通过教授以后 在后面的这些获得的 而且无事以来的话 他前面也还可以有佛 他前面还可以有佛 所以从理论来证明的话 那么佛并不是无事以来只有一个佛 无事以来的话有很多很多的 不同的世界当中有不同的佛 时间也是不同的 地点也是不同的 所以说因为我们通过理论的话 你看现在的佛是依靠谁的佛 那么他也依靠其他的佛对他进行教论 这样一来的话我们没有一个理由 无事以来只有一个佛 而且除了这个以外绝对不可能有的 这种理由举不出来 所以正因为上面的四种原因 实际上承认只有一个佛的说法不合理的 其实这个现在也是 可能南川佛教的个别的一些 我们前一段时间讲的一样 他们的观点只有唯一的一个释迦牟尼佛 其他很多的佛虽然他们并没有佛人 但是其实他们也是一个观点 为什么大乘经典当中要把它说出来 实际上世间当中可能不只是一个佛 如果一个佛的话这种说法也是比较困难的 像其他宗教的话 世间上只有一个天主只有一个上帝 那这样的话这种道理 给别人理论上说明的话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一个比如说诸物一个是什么的话 那我们用很多道理来问的时候 可能很多宗教徒这个时候有什么 讲不可思议不能去择问不能去等等 也有这种方式 所以说我们佛教徒也会说 按照大乘佛教的观点不能说只有一个佛 没有其他佛 从世间也好从世界也好 各方面讲不能这么说 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金诸无以故非多 有些人认为不仅是佛很多的 而且法身也一体的话那这是不合理的 为什么 前节万节的所有的这些佛陀 实际上在法界清净 远离四遍八息的这样的清净界当中 就是主持一体的 阿弥陀佛也好 释迦牟尼佛也好 还有人等佛也好 所有的这些佛在法界的清净当中都是一体的 所以说我们不能认为它有很多的 在自行法界当中或者生意当中一位一体以外 我们不可能有真实的一种他体的 好像是在真实的生意当中 然等佛和不动佛之间的这种本体 随和不入的不是这样的 这种不可能的 因此通过修学佛法了解佛法的时候 才知道是什么呢 学佛应该是合理的 而且学佛以后通过积累资粮祈祷以后 很多佛也可以成立的 有一个叫做《过去千戒佛明经》 其实这个里面也是讲过 我当大师释迦牟尼佛以前在一个好像妙光佛吧 妙光佛出世的时候他就变成一个出家人 然后他当时出家人呢 他当时听到了五十三佛的名号 然后他听到之后非常非常的欢喜 然后就开始自己受持五十三佛的名号 然后给别人传说 给别人传说传得越来越多了 后来都是有三千个人开始吃佛号 就三千个人 那么这三千个人也发了愿 通过这个持名号的功德力的话 后来这三千个人分别成为过去千佛和现在的千佛 未来的千佛 过去的这些千佛像华光佛等等已经成佛了 过去的戒当中他们这三千个人当中 一千个先已经成佛了 然后中间的千佛现在的千佛 包括释迦牟尼佛他自己也当时是一个出家人 然后他也是现在成为第四中间的 《献戒千佛》里面的第四个 举罗顺佛开始一直燃灯佛之间有一千个佛 然后未来也有一千个佛 叫做什么日光佛等等 有一千个佛成佛 那么他们是持了五十三佛的名号以后才获得的 五十三佛的名号《虚空藏菩萨经》当中是有的 你看汉地一般经常念五十三佛名号八十八佛名号吧 八十八佛名号里面一部分是五十三佛的 还有一个是三十五佛 然后三十五五十三加起来八十八 所以三十五佛的名号实际上也是在虚空藏菩萨经典当中是有的 我们表面上看在汉地万科的时候念八十八佛的名号读一遍 其实这不是很难的应该我们要相信因果 我们每天都不能念的话有时候 我以前也是讲过我们念三十五佛忏悔文 主要也是忏悔的但不仅仅是一个忏悔 其实他能遣除罪症还要遣除修行当中的违缘 然后能成就心愿等等有很多很多的功德 一看虚空藏菩萨经典的话都马上明白 所以我们通过积累自恋以后可以成佛 而且成佛的话你看三千个人同时发愿 后来在不同的世界当中三千个佛也成就 这就是一个无期的语言 无期的因果 因此我们现在也原来我们提倡大家念诸佛菩萨名号 很多当时我们学会的人有些是现在一直坚持 现在还在念有些的话现在还不能坚持 但是我们希望大家要吃这些佛号 其实非常有功德的 我们自己觉得每天我都每天课前念 我们念几遍的时候心里很欢喜 每天都觉得如果我们人还没有死的话 哪怕是每天念七遍佛号也是很重要的 我们身边的众生如果听到这个声音 也非常有意义的 所以我们要有一种自己有一种清净的心 你看刚才佛陀在因地的时候也是实际上很简单的 就是五十三个佛号听到以后 他用真正的信心来不断地弘扬 有时候我们净土宗的一些大德要持名号 一个佛号来要求大家念这也是一种方便 这也是让很多众生接应解脱的一种方法 这就是根据我们刚才的《潜伏经》里面来衡量的话 大家应该清楚 下一个就是最后一个颂词今天的 我们没有关注我们的地方 我可以教设我们的原因 我可以教设我们对的地方 和我们的关注我们的关注我们 一定会教设我们的关注我们 不仅 我们的关注我们的关注我们 我们对我们关注我们的关注我们 深入谷里面的关注我们 下面就是讲清净能得之音 刚才是异术音 那么现在是清净能得之音 那这些智慧和这些果位 实际上在声音当中也好 或者说是智慧资粮的这种方式的话 全是依靠一种空性境界的因缘 就是我们抉择空性 然后通过聊到空性的意义来而获得的 这就是 十五正如者虚为有之罪 不愿一切相虚为怨之罪 修行不管相虚为修之罪 无间获得中也许得之罪 他这里就是说 这个怎么讲 就是获得这样的这些智慧的因缘是什么呢 因缘就是能取所取 或者说是一切万法决则为空性 那么决则空性之后 就是通达这样的道理 然后不断地修行 最后这样的境界是慢慢慢慢提升的话 才能获得最高的智慧 那么我们在这里具体分析的话 实际上是无正如者虚为有之罪 也就是说六波罗密度当中最究竟的 实际上能取和所取 所取和能取觉罪为空性 那么所谓的所取指的是对境而言的 那所谓的对境呢 我们在按照威士宗的观点的话 对境就是由原程式 或者说是一切万法的对境是真如的 空性的 那么其实这种真如和这种空性 这种对境 用智慧来观察 用中观的理论来观察 密法的修行来观察的时候 这个对境也是找不到的 法界也找不到的 房屋也找不到的 凡是我们的清净不清净的对境都找不到的 这叫做没有正如 没有对境 没有对境呢 我们承认为是所有的对境当中最殊胜的 根本找不到 没有所得呢 这就是最大的所得 因为对境都没有了 比如说你眼睛要看见色法 但是色法没有的话 最好的色法 耳朵要听到这个声音 今天唱的什么什么歌就很好的 我们凡夫人是觉得 哇好听啊 这个电影很好啊 美人鱼很好看啊 就是什么什么 但实际上就是空性 这是假的 这就是你最好的看到 最好的看到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不愿一切想 虚伪 那么看到他的右经 智慧的话 就是不愿一切想 一切想 白色 蓝色 黄色的 能去的想也没有的 智慧也是没有的 不愿任何的想 就像《现观众暗论》里面 专门讲愿和经吧 就是所愿形象 能愿形象吧 不愿一切想的话 那么这就是我们成为智慧的最高境界 能愿 愿他的这种智慧的最高境界 然后这样的能去所去也好 对境和智慧这两者一无所得的话 其实这就是最好的修行 修行不管想虚伪修之罪 那这个修行 你看六珠《碳经》里面 到最后就没有什么可修的 《大圆满》当中也是到最后是没有什么可修的 但暂时还是有修的 我们不要认为虽然最后是没有修的 但现在也不用修的 我已经到了的话可能是妄想的 就不行的 但真正的最后的境界当中 所谓的修行不管任何想 我们刚开始观佛像 观六十万加星 很多很多的修行也有的 但是到最后最高的境界当中 什么修行都是没有的 一讲到密法的《大圆满》法界宝藏论的时候 都一直说是如果我们去清座去修行的话 这也是修行当中最大的一个错误 其实这一点禅宗也在说 那么这就是修行当中最好的修行 然后最后其实我们在这里 刚才一个是凡佛地 一个是一地菩萨 还有十地菩萨一直到最后佛国 我们讲义里面都是有这样对应的 这样也是可以的 或者是能取所取 能取二则 这两者我刚才解释方法 这样也应该可以的 然后最后到真实佛国的时候 无间获得证 没有什么见到 在获得当中最大的获得 最后也没有什么证物的 释迦牟尼佛在印度 虽然在我们凡夫众生面前 显现一个证物获得佛国的 但是世事当中他也没有得到什么 没有什么所得的 能得和所得都没有的话 怎么得到 这就是得到当中最大的得到 所以说当然这样讲起来的话 这是一个比较高的境界 也是空性的一个境界 这种空性的境界 可能稍微在这方面有智慧的人 他就很欢喜的 应该完全可以理解的 如果在这方面比较前去 或者说前世也是对空性作对的 这样的人听起来以后比较可怕的 很多年以前我经常喜欢用 《大致读论》里面的一个教证 就是说是 薄弱之为你能懂二种人 薄弱的为你 为德能动摇两种人 薄弱之为你 薄弱之为德能懂二种人 有智者欢喜 没有智慧的人是恐怖 有智慧的人是欢喜 薄弱者为德能懂二种人 能动摇两种人 什么样的动摇呢 没有智慧的人 无智慧的人恐惧 你一讲起来 什么得的也没有 见的也没有 修的也没有 甚至什么都没有的话 什么都没有的话 那我在修什么呀 没有本子 没有法 那修什么呀 就很害怕了 害怕 就能恐惧 有智慧的人 尤其是对生生不若和 对整个万世万物的真正的真相 有所微妙智慧的人 他一看到 真的是这样的 真适合我意啊 我也是通过智慧来观察的时候 其实这个世界都是假的 现在我看很多 包括有一些世间当中比较著名的电影 他们虽然没有输过大乘佛教 和一些梦幻抛影的这样的思想 但是他们可能通过自己的智慧来观察的时候 真的是我们所知道的这些东西是 表面上是存在的 但实际上真的去寻找的时候 你看所谓的我到底是什么样的 所谓的瓶子到底是什么样的 瓶子是一个概念 但我们贪执的是概念还是他的实质 他的实质是什么东西组成的 那这些组成之后呢 是变成这个嘛 然后在这个分开的时候 真正我们要执着的到底是什么 就这样分析的时候 不需要一个很高的一些出世间的智慧 完全是凭我们现在的一个世间的智慧来观察的时候 最后原来佛教里面所讲到的一切诸法是空的 还是非常有道理的 这个空并不是单单的一个单空 应该是一个大的空性 这个时候我们也会明白 所以这就是佛教当中 获得当中最高的一种境界也是最殊胜的境界 好 今天讲到这里 这个止彈就是她的长大的 或饭她说得到 cabinet从长到长到爬 在那时候如今回处 你看不到大多多国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